第1021章 消失的背面 天庭石天尊中知道天地弹壳落在秦木手中的人不多 毕竟盗取天地弹壳的那一天 秦木几乎瞒过了所有天尊除了颜天尊 石天尊不知道谁盗走了天地弹壳 然而他们对颜天尊的白猫的能力却颇为了解 白猫见过伪装成天地盗取天地弹壳的那人 白猫有这个能力分辨天地肉身中的那人是谁 只需要监控这只白猫便可以顺藤摸瓜寻到天地弹壳 也即使说小天尊他们其实并非是监控秦木 而是监控颜天尊的白猫 白猫来寻秦木看似隐蔽趁夜来访 然而他早就落在小天尊等人的眼中 白猫匆匆离去自然会引起一场天尊之争 天龙宝脸上秦木看着天上的战斗皱了皱眉头 低声道 我应该将天地弹壳交到白猫手上 只有真正的天地弹壳才能让石天尊彻底撕破脸 石天尊争夺一番后 发现白猫身上没有天地弹壳 便又会怀疑到我的身上 他们之间还是会回到平衡的局面中来 朗渊神王笑道 圣鹰这么想变错了 秦木虚心求教 神王姐姐以为呢 这次夺猫之战 无论白猫是死是活 天尊之争都无法平息 朗渊神王道 信息透明的情况下 他们才会怀疑你 而信息不透明的话 他们便会怀疑对方 现在 白猫几度一手 四大天尊夺来抢去 在此期间 谁都有可能将天地弹壳弄到手 如此一来 他们谁都没有得到天地弹壳 但是会怀疑被其他天尊夺走 这便是信息混沌 秦木眨眨眼睛 信息混沌 所有人得到的信息 都是片面的 便会形成 你怀疑我 我怀疑 你的局面 朗渊神王不仅不慢道 颜天尊的白猫 虽然是灵霄境界的大高手 但圣鹰的神识造物 他绝对无法看穿 他自信 得到了那件宝物 在他被其他天尊情获时 圣鹰的神识造物化作乌有 他只会认为 是被其他天尊夺走 就算他活下来 连他也处在信息混沌中 圣鹰反而能够脱身其外 静看这场纷争 秦木陷入沉思 天龙宝脸 驶向远方 除了四天尊之外 还会其他天尊加入这场争夺之中 让信息更加混沌 至于天地弹壳落在谁的手中 已经不重要了 狼渊神王看向窗外 道 第五尊天尊出手了 经过这一战 天尊之间的裂痕已经不可修补 天空中黑暗弥漫 应该是须天尊出手 接着 第六尊天尊的身影出现 加入到夺猫之战中 一尊天尊抢的白猫 抱着猫便走 消失在天外 其他天尊相继消失 应该是追赶那位天尊去了 这一战 是天尊之间正是撕破脸的一战 秦木收回目光 道 圆界是神王姐姐所要寻找的祖庭吗 狼渊神王也收回目光 摇头道 不是 圆都是地母圆君的诞生之地 并非我造物主一族的祖庭 在造物主一族古老的记忆中 祖庭要比圆都更加富饶 物产丰盛 天才地宝 应有尽有 不过 造物主一族多灾多难 流传下来的讯息不多 秦木思索片刻 道 有没有可能在圆界的背面 圆界的背面 还从未有人去过 那里应该很是广阔 不会比圆界小多少 狼渊神王问道 圣英去过圆界背面 秦木摇头 笑道 圆界中我去过的最远的地方 便是归须 圆界背面有什么 我便不得而知了 天龙宝脸的速度非常快 不如去那里看一看 狼渊神王点头乘势 秦木立刻下令 让那六条天龙 拉着宝脸直奔东海而去 这辆宝脸风驰电掣 速度绝轮 在天空中划过一道明亮的光芒 一路飞驰 十多日后 秦木向前看去 海面还是没有尽头 不由焦急起来 天龙宝脸的速度比他还要快 走了这么长时间 足够他走半年 然而还是没有寻到圆界的尽头 倒是看到海中 有许多支离破碎的大路 快到归须了 秦木心道 宝脸继续前进 已经过了归须 又向前飞驰十多日 秦木摇摇望去 前方一片陆地出现 连绵不绝 将海洋包围 路上多是神山 极为陡峭 难道这里 便是圆界尽头 秦木不由欣喜 让天龙宝脸飞越这些神山 神山上白雪挨挨 天寒地冻 没有任何生命 带到飞越这连绵不绝的雪山 秦木向下看去 只见浩瀚稀土 出现在他的眼中 秦木呆了呆 回头看去 圆界的海洋 乃是一个平面 并非是球形 然而 他们跨越大海 却直接来到了稀土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曾经与白群 一起飞到圆界的天外 从天外看圆界 圆界基本上 处在一个平面上 并非是一个星球 那么 为何他们向东海前进 没有来到圆界尽头 反而来到稀土 圆界的背面 像是被人藏了起来 秦木兴奋起来 想要将圆界的背面藏起来 需要折叠空间 而且是将圆界的边界 统统折一遍 其难度 不下于折叠圆界 将圆界封印起来 有实力做到这一步的 只有十天尊 或者巅峰时期的古神天地 那么他们封印圆界的背面 想做什么 朗渊神王好奇地看着他 只见秦木走出宝年 来到雪山的上空 尝试着 以圆词神通 来试探这里 是否有封印 过了片刻 秦木散去圆词神通 摇头道 没有封印的痕迹 开 他的眉心竖眼张开 四下扫视 便查虚空 又过了片刻 他眉心的竖眼闭合 即便是他神妙莫测的第三只眼 也无法察觉到 这里有什么空间封印 圆神出窍 秦木的圆神飞出 扎入大地深处 不断向地底深入 既然看不出有封印的存在 那么便用圆神不断深入地底 说不定便可以寻到圆界的背面 两久 秦木的圆神突然从地底飞出 迷茫地看向四周 朗元神王道 圣音寻到了什么 秦木收回圆神 面色古怪 我视材圆神不断深入地下 看到地底也有一些种族 栖息在地下空间 借岩浆的光芒生存 我不断深入 飞行不知多少万里 感觉即将来到圆界的背面 然而破土而出后 却发现我回到了原地 这圆界 他面色愈发古怪 圆界竟然没有背面 朗元神王也是正了正 解开眉心的柳叶 神石爆发 深入地底 过了片刻 他的神石从大地深处飞出 他的神石也感觉到 即将穿透圆界的大地 然而冲出地表时 却发现 回到了圆界的正面 倘若这是空间封印的话 这种封印已经超越了两人的认知 因为这样的封印 需要将整个圆界的一切空间 都折叠起来 封印起来 形成只有正面 而没有背面的世界 或许去天外 可以看到圆界的背面 秦木想到这里 却又迟疑起来 他与白群儿曾经飞出圆界 两人在圆界外畅游 也未曾发现 圆界有背面 在他们飞到圆界背面的时候 见到的其实是圆界的正面 只是当时 两人你浓我浓 并未留意到这一幕 此刻回想起来 才觉得古怪 让人有一种 后背发凉的感觉 圣鹰有没有去过天庭的背面 狼渊神王突然问道 秦木呆了呆 茫然地摇了摇头 说来也的确古怪 天庭似乎也没有背面 不仅如此 甚至连幽都 吐蕃脚脚下的那块 玉所观所在的大路 似乎也没有人知道 背面有什么 天庭 幽都和元剑 统统没有背面 祖庭有背面吗 秦木突然问道 狼渊神王摇了摇头 道 我没有这方面的印象 在造物主之中 我属于比较年轻的 出生在太虚 也就是 你们所说的龙汉年代之前 不过书军神王极为古老 说不定他会知道 秦木叹了口气 命六条天龙 拉车前往最近的灵能队千桥 道 我们先去四季天看一看 说不定可以寻到祖庭的踪迹 狼渊神王点头 天龙宝年赶到最近的灵能队千桥 秦木通过灵能队千桥返回天庭 从天庭通过其他灵能队千桥 前往东地青龙的冬极天 他还是驱车来到南天门外 绕到天河下 试图寻到天庭的背面 然而映入眼帘的还是南天门 天庭根本没有背面 果然如此 想来天鹰界也没有背面 奇怪 这些世界消失的那一面到哪里去了 秦木大惑不解 只得按下这个疑惑 命天龙宝年 驶入前往东极天的灵能对千桥 对千桥的光芒中 天龙宝年向东极天驶去 光芒中 秦木还是在思索这个问题 从前他没有想过 现在越想越是觉得古怪 过了不知多久 天龙宝年轻轻一顿 终于来到东极天 从祭坛上驶出 那六条天龙很是兴奋 纷纷化作龙手人身的神人 秦木迟疑一下 命龙麒麟和耶尔解下绳套 请那六位龙神上车 道 耶尔把龙胖拴上 拉车赶往青龙天宫 龙麒麟叫苦不迭 然而却被耶尔拴住 指得拉车前行 秦木看着车外的景致 但见着东极天与众不同 天上挂着由无数雷霆 组成的星辰 极为明亮耀眼 不仅如此 还有长达万里的 闪电挂在天空中 然而却没有发出雷音 很是静谜 东极天的大地上 多有龙形生物 宛如龙族的栖息之地 应该是东地青龙的后裔 时不时还可以看到 有巨龙匍匐在崇山峻岭之间 长达千里 昏睡不起 酣生如雷 许许多多小龙爬到巨龙身上 马哈马哈地打闹 有的喷火 有的喷水 还有的驾驭着雷电劈向同伴 又有许多小龙 爬到巨龙的龙须上 巨龙呼吸 龙须被狂暴的气流吹起 胡须上的小龙们 在气流中剧烈抖动 很是兴奋 有些小龙被吹飞 摔得鼻青脸肿 便做得哇哇大哭 巨龙被吵醒了 便张开巨大的眼眸 打个哈欠 小龙们便慌忙溜了下来 四处躲藏 那巨龙却也温顺 用胡须把哭闹的小龙卷起来 哄了一番 然后又沉沉睡去 龙麒麟拉着天龙宝拧 速度便慢了不少 好在青龙天宫极为广大 距离这里不算太远 要不了几日便可以赶到那里 不过 天龙宝拧还是被一些龙神拦下 说到神龙后裔 怎么能给人做车夫 这些龙神很是不快 秦牧只得让龙麒麟停下 我来拉车 燕儿兴奋的 秦牧摇了摇头 心道 你是东地青龙的女儿 你来拉车 只怕东地杀我的心都有了 第1022章 剑龙在天 龙麒麟把身上的绳套解下 撇了撇秦牧 秦牧恶狠狠瞪他一眼 龙麒麟连忙道 教主 我可没说 让你来拉车 狼渊神王笑道 还是下车 我们飞过去吧 秦牧点头 与他一起下车 留下了那六尊龙神 道 你们守着这辆宝拧 等我回来 那六尊龙神乘事 秦牧带着狼渊神王 龙麒麟和燕儿 向青龙天宫方向走去 他们行走在天空之上 脚下是连绵起伏的 雄山峻岭 云雾静在脚下 天空中有神龙建立的龙城 壮丽非凡 城市很大 建筑之复杂滑美 让人叹为观止 燕儿没有来过这里 秦牧询问道 燕儿摇头 好奇地飞来飞去 观看着东极天的景致 她是南帝朱雀 与东帝青龙之女 幼年时便被南帝 送到月天尊那里 养出了喜欢伺候人的毛病 只是很少出来 月天尊隐居在陶陵 燕儿平日里 也只能处在陶陵中 只有月天尊把她送给秦牧后 她才有机会跑出来 见识大千事件 对于父亲东帝青龙 她很是陌生 东帝青龙也从未去看过她 基本上不与她接触 南帝朱雀见她的次数也是很少 上次去天庭 她才得以与南帝朱雀相聚几日 不知道林宝山在哪里 秦牧东张西望 想要寻到传闻中的林宝山 对于林宝山 她倒是好奇得很 第一次听闻东极天的林宝山 是从哲华梨那里听说的 哲华梨说 东极天有一座神山 名叫林宝山 是东帝青龙的磨牙石 东帝青龙生命力旺盛 它的龙牙生长很快 需要经常磨一磨 于是便用林宝山来磨牙 磨断的龙牙落在林宝山 化作一种奇异的牙形生物 天庭许多穴刀的年轻人 往往都会前往林宝山寻宝 试图获得一口龙牙刀 哲华梨的妖刀 也是从那里得来的 那口妖刀拥有着神奇之处 当初无忧剑还在秦牧手中时 妖刀便与无忧剑碰撞过许多次 哪怕是被斩出窝口 这口妖刀也能很快 自我生长恢复如初 很是奇妙 秦牧上次在太虚之地 虚空桥尽头的三间房时 开门关门 便无意中瞥见 东帝青龙眯着眼睛 抱着一座神山磨牙 无论是东帝青龙的龙牙 还是林宝山 都是了不得的宝物 让他很是羡慕 尤其是 能够磨断东帝龙牙的林宝山 只怕质地还远在龙牙之上 更让秦牧动心 东极天中到处都是瑰丽雄山 每一座神山都极为高大巍峨 放在原界也是少有的神山 天河浩浩荡荡 从星空中奔流而来 注入东极天 从青龙天宫旁边流过 许多神龙在天河中畅游 还有些鱼龙在河中跃起 吐出一颗颗龙珠 与天上的日月争辉 那座山应该便是林宝山了 秦牧看到青龙天宫的后方 有一座瑰丽雄山 像是万山之王 高度远超其他神山 不过不是一座山头 而是多达九座山头 这道山脉 竟然弥漫着珠光宝气 壮丽非凡 丝毫不比有着 二十种珠天的须弥山小 东帝青龙是盘在那里 抱着林宝山墨崖吗 秦牧想象着青龙磨崖的场景 赞叹道 东帝的个头绝对不小 叫住 这里有天庭的人 龙麒麟看着前方的神城 巧声道 秦牧向那座神城看去 心中凛然 城中的神魔并非是龙族 而是天庭的神魔大军 正在操练刀兵 演练阵法 应该是天庭驻扎在这里的军队 不过 这座神城是建立在 神器御天尊手掌之上的 或者说 是神器御天尊 将这座神城拖在手中 秦牧抬起目光 打量那尊神器御天尊 与元界的神器御天尊 有所不同 这尊御天尊 共有八条手臂 端坐在天空中 身躯不动 六条手臂分开 摊开手掌 掌中各自拖着一座神城 刚才他们看到的神城 只是其中之一 神器御天尊中央的两条手臂 手掌各自捏着一个法印 法印暗藏玄机 给人一种无边的能量 等待爆发之感 而这两个法印的指向 正是东极天的青龙天宫 神器御天尊 有着四张面孔 眼睛闭合 并未睁开眼睛 冬地青龙 只怕是难以安然入睡了 这尊神器御天尊 比林宝山还要庞大 想来不比东帝的身躯小 实力更是难说 秦牧看着神器御天尊 行道 掌控这件神器的天尊 不知是谁 但倘若突然发动攻击 东帝只怕再劫难逃 很多闲散的神魔和神通者 从六座神城中飞出 往往都是 背着刀匣或者长刀 飞向林宝山 应该是 打算前往林宝山寻宝的半神 只听有一个声音洪亮的半神 高声呼喝道 东帝又去磨牙了 快点去捡宝 六大神城中 数以千计的神魔和神通者 呼啸飞出 熙熙攘攘 汇聚成云 很是热闹 秦牧闻言 很是羡慕 心道 龙牙刀乃是刀中翘楚 当今世上的确很难寻到 比这更好的神刀 倘若再以严康的微观铸造炼制一番 这等神刀威力 肯定无比惊人 可惜 我是天尊 拉不下脸面去寻宝 他心里实在纠结 很想也跑过去捡龙牙 只是丢不起这人 倘若被冬帝知道这事 肯定会嘲笑他 圣鹰 这冬极天也不是祖庭 我便不去青龙天宫了 狼渊神王目光闪动 望着神器御天尊 道 在原界无暇查看这件神器 但在这里 我想细细查看一番 研究这件神器是否有弱点 秦牧点头 神王姐姐不去见冬帝也好 他若是发现你是造物主 肯定又会惹出事端来 我与吐蕃的交情很深 但与冬帝 便没有多少交情了 他之所以在天庭帮过我 主要还是因为 我的万劫不灭大法师的身份 狼渊神王离去 走入神器御天尊掌心中的一座神城 秦牧带着龙麒麟和耶尔继续前行 耶尔有些紧张 龙麒麟连忙询问 耶尔黯然道 我虽然见过他 却没有与他说过话 多半他不知道 我是他的女儿 龙麒麟笑道 东帝不与你相认 多半是有原因的 应该是担心你的身份 会给你带来威胁 耶尔心情稍稍好了一些 长大的青龙从天空中探下头来 长达不知多少万里的身躯游动 游入了灵宝山 那巨大的龙区 盘绕着一座座山头 两只龙爪扣住一座神山 张开嘴巴 抱着那座神山磨牙 牙扣中电闪雷鸣 火光喷涌 秦牧 龙麒麟和耶尔看得瞠目结舌 半上说不出话来 断了 断了 许多神魔和神通者 已经飞到了灵宝山 不敢进前 远远张望 只见那神龙口中的龙牙 被磨断了一根 巨大的龙牙 从天而降 砸入山中 龙牙坠落的过程中 越来越小 随即龙牙长出眼睛 刀气弥漫 驾驭刀光在山间穿梭 如光如电 铮铮铮的声音从山间传来 却是这龙牙化作了妖艺的生命 因为灵宝山 把它与东地分开 因此怨怒 不断砍向灵宝山 把这道山脉 砍得火光喷溅 那些神魔和神通者 双眼放光 盯着那飞行龙牙 跃跃欲试 有人忍不住飞向前去 还未飞到跟前 便见山中有龙血所生的怪物 将那人抓住 一口吞掉 秦目摇摇看去 却见东地青龙因为磨牙 嘴角被磨破皮 龙血坠落在山中 化作了妖魔 因此 想要得到龙牙并不容易 东地的生命力 实在太强了 他身上的任何东西 只要脱落 便会化作妖物 有了自己的生命 秦目不禁赞叹 目光却落在林宝山的九座山头上 行道 但林宝山更强 倘若能够把这座山扛走 炼至城堡 那真是第一神奇 那青龙闭着眼睛 细细地磨着长得太长的龙牙 突然秦目的神石飞来 笑道 东地 秦目来访 东地青龙吃了一惊 急忙张开眼睛 寻着秦目的神石扫来 待看到秦目 不觉有些羞愧 身形腾空而起 向秦目天宫飞去 他的身形越来越小 消失在天宫中 声音穿入秦目耳中 笑道 大法师来访 居然不提前之会一声 倒让我在大法师面前出丑了 大法师稍后 我率重银亚 我此次是私访 不必隆重 秦目的神石跟着他传音道 你的东极天 到处都是天庭的耳目 你我还是悄悄会面 不必招妖为妙 东地青龙飞入青龙天宫 秦目也自向青龙天宫走去 过了片刻 他来到天宫前 这里也有南天门 只是天河并未穿过南天门 而是在一旁流淌 那些在天河中 嬉戏的神龙浮出水面 趴在岸边 好奇地看着走来的秦目等人 岸边还有一个青山男子 眉目修长 美然如同龙须 很是飘逸 迎上前来笑道 穆天尊不是乘着天龙宝脸前来的吗 为何不见宝脸 反倒是走了过来 参见东地 秦目见礼 笑道 东地乃是万龙之祖 我倘若以东地的血脉为 角力使入东极天 岂不是开罪了东地 那青山男子正是东地青龙所化 文言哈哈大笑 伸手相请 道 大法师严重了 石天尊给你这两宝脸 是让你得罪所有古神 我岂能不知道 他们的险恶用心 即便大法师乘着宝脸前来 我也丝毫不介意 请 秦目与他并肩向青龙天宫中走去 道 这位是燕儿 南地家的公主 东地看了燕儿一眼 燕儿露出期待之色 然而令他失望的是 东地的目光并未逐流 而是从他身上移开 秦目纳闷 随即 他很快便明白了 父神 看守南天门的龙神 向东地攻身建立 父神 父神 东地走入青龙天宫中 见到的大大小小的龙神 都向他攻身建立 口称父神 这位东地的子嗣之多 令人发指 大概东地根本记不起 自己与南地朱雀 有过这么一个女儿 难道整座青龙天宫中的 所有神人 都是他的子孙后代 秦目有些头晕目眩 青龙天宫中的神龙少说 也有百万 甚至还有龙神大君 倘若这些龙神 都是东地的孩子和后代的话 那么这位古神大帝 未免也太不爱了 他心中不免富匪 只是却没有说出来 笑道 东地的天宫 可谓是固若金汤 天庭可以渗透东极天 但无法渗透这里 东地却并没有很开心 摇头道 大法师 连天宫之子也背叛天宫 恨不得取而代之 我子四虽多 但未必没有忧患 我这天宫中 想取而代之的青龙太子 却也不在少数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秦目停下脚步 道 敢问东极天的那尊神器 玉天尊是谁 四头八臂 狼宣神皇 东地道 世间第一尊半神 与浩天尊算是一个派系 东地对狼宣神皇知道多少 秦目目光闪动 道 他到底是哪两位古神之子 东地诧意道 谁说他的父母都是古神 他父亲是古神 但他母亲不是 第1023章 刚愎自用 秦目心头大震 师生道 他母亲不是古神 那么他母亲是什么种族 他的父亲又是哪位古神 他来到天庭后 便听齐九仪和云家的奶奶们都这么说 狼宣神皇是世间第一尊半神 他的父母是两位古神 没想到另有隐情 东地瞥他一眼 大法师为何对别人的私事这么好奇 秦目面色古怪 试探道 东地不愿意说 莫非狼宣神皇是你的 东地摇头道 狼宣神皇并非是我的子嗣 倘若是我的子嗣 他的父母身份也不至于如此神秘 我生性风流 留下的子嗣无数 是否是我的子嗣也不必满 他有些头疼 扶着额头道 实不相瞒 天天跑到我这里来认清的数不胜数 我也很是无奈 不认吧 的确是龙种 认吧 数量又太多 竟还有鸡婆龙跑到这里来认店 秦目瞪大眼睛 想起霸占残老村的那群鸡婆龙 试探道 那么鸡婆龙冬地哭笑不得 摇头道 是蛟龙一脉 与我无关 可能蛟龙中有我的子嗣 但是鸡婆龙 绝对与我无关 他顿了一顿 觉得总是说自己的事情不太好 道 狼宣神皇的母亲 是造物主 大法师去过太虚 应该知道造物主 你去太虚时 我也派了我的一位太子相随 可惜没有活着回来 秦目惊讶道 道兄静派了龙太子相随 他去太虚时 那艘楼船上的确有龙族 但是不知道何时死掉的 那艘船上活着回来的 只有他和落无双 当然 那时的船上三百人 有两百多人对他充满了敌意 因此 秦目也根本没去分辨 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狼宣神皇的母亲 是造物主一族的一位女神王 叫做宫云神王 当年叱咤太古 厉害无比 而他的父亲 那就更非同小可了 东帝叹了口气 闷声道 是天帝 又是天帝 秦目心神俱正 却又觉得理所当然 也只有天帝 才能与造物主一族的神王思通 生下狼宣神皇来 东帝虽然风流 但不挑食 因此声名狼藉 天帝却眼光极高 风流不下流 能入他法眼的女子 都是彩色双绝 公寓 书军 都有一个君字 难道是造物主一族传统 秦目思所道 东帝向前走去 道 书是辈分 指太帝的叔父这个辈分 书军比太帝出生的时间早 按照辈分 太帝应该叫他叔父 公则是身份 指太帝的妻子这个身份 秦目师声道 等一下 你是说 宫云神王是太帝的妻子 天帝与太帝之妻私通 生下了狼宣神皇 东帝眨眨眨眨眨眉目 笑道 这是你说 不是我说的 秦目头脑昏沉 感觉自己需要缓一缓 才能消化这个惊人的消息 狼宣神皇是浩天尊的兄长 但狼宣知道 浩天尊却不知道 东帝悠悠道 当今世上 知道这件事的古神也是不多了 我是知情者之一 很多人都怀疑 狼宣神皇是我的子嗣 但是着实与我无关 我也是替天帝背锅 他叹了口气 道 我替人背锅的次数太多了 也不在乎这意见 只是狼宣神皇 意图杀我这个便宜老爹 嘿嘿 他面带轻气 冷笑不已 难道他便不怕 我把这件事捅出去 秦目身旁 龙麒麟好奇道 那么为何东帝 一直没有把这件事捅出去 东帝青龙瞥他一眼 见他也是龙肿 不由头疼欲裂 试探道 你不是我的儿子 你也不是来认亲的 对不对 龙麒麟迟出一下 道 我只对母亲有印象 知道我母亲是麒麟 但不知道父亲是谁 两百年前 东帝去过元界的大须吗 东帝终于放下心来 笑道 没有去过 我之所以不捅出去 还是因为我怕死 他叹了口气 撇了撇远处的神奇御天尊 道 天宫和吐蕃 有与神奇御天尊抗衡的实力 但是我没有这个把握 其实 就算不出动神奇御天尊 我与天尊交手 估计也是胜少败多 只是他们难以杀死我罢了 他目光如炬 看着秦目 沉声道 大法师不来找我 我也会去找你 我一直有一个忧虑 想请大法师解忧 秦目正色道 东帝请说 天宫和吐蕃死后 你还是大法师吗 东帝的目光直视他的双眼 沉声道 实不相瞒 我做了两手准备 倘若你有这个实力复活古神 我便死战到底 保你保到底 倘若天宫和吐蕃死后 你没有复活古神的实力 那么我便向十天尊投降 杀你的头 踢着你的头前往天庭 邀功勤赏 秦目心头剧烈跳动 这一刻 他真的感受到了东帝的杀意 东帝青龙淡淡道 杀害穆天尊的罪名虽大 但我乃是古神中的四弟之一 被古神天帝 封为镇首四集天的四域 杀你我还最不至死 最多被镇压 但我的性命可以保全 在天庭试图铲除吐蕃天宫时 他们也需要我的力量 便会放我出来 叶儿勃然大怒 东帝 你怎么能这么无耻 东帝青龙瞥他一眼 摇头笑道 小丫头 天下兮兮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此乃祸职之道也 我与穆天尊 乃是利益往来 并无交情 利益到了 我才会合作 没有利益 穆天尊的死活 便与我无关 相反 那是杀了穆天尊邀功 才符合我的利益 叶儿心头一片冰凉 他一直以来都对东帝 这个父亲 怀有极高的尊敬 虽然东帝对他冷淡 但他也心中 把东帝当成一个大英雄 只是真的接触到东帝 他心中的那个父亲 便突然崩塌 让他既是惶恐 又有些难以接受 秦牧欣赏青龙天宫的景致 目光落在天宫的摇池上 微笑道 东帝 还记得鬼传上的事情吗 青龙天宫也有一座摇池 摇池中的水 似乎比天庭摇池的水 还要神圣 这片摇池充满了勃勃生机 秦牧精通医术 一眼便知 这东帝的摇池圣水 非同小可 要死人一百股也不在话下 比龙麒麟的龙弦要效更高 这摇池水中 还蕴藏着奇异的能量 能够医治魂魄元神 显然 东帝青龙 不像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他这里的天才地宝 甚至比帝母元君那里还要多 无论是这片摇池 还是灵宝山 都是极为罕见的宝物 东帝青龙点头 自然记得 穆天尊帮助我们四帝脱困 但我们四帝不借给你法力 你也无法脱困 所以鬼传脱困 我们都是相互利用 谁都不欠谁 说到恩情 别忘了 你孤身入天庭 是我们古神保你性命 其中有我一份力 秦牧收回望向摇池的目光 皱了皱眉头 道 东帝想怎么考验 没有天公和吐蕃借礼给你 你怎么复活别人 这便是 我要考验你的内容 东帝青龙道 除此之外 我还要知道 倘若古神大半都战死了 你是否有自保之力 这两点考验 一个是考验你的能力 借来的力量 始终不是你的力量 无力可戒时 你依旧是大法师 这才是我们古神 毫无保留支持你的原因 至于第二个考验 则是看你的成长潜力 在最坏的情况下 你若是连自保之力也没有 那么天庭只需要杀掉你 便可以绝了我们古神的后路 因此 我需要看看 穆天尊是否符合天尊这个称号 是否知道我托付身价性命 秦牧点头道 我理解 东帝露出笑容 轻轻弹指 摇池中一艘画坊飘来 画坊上有龙手人身的神人 攻身道 副神 东帝相请 秦牧带着龙麒麟和一儿登船 画坊向摇池中心飘去 叶尔奄奄不振 并未化作人形 也没有变成龙雀形态 他依旧是个小青雀 站在龙麒麟的脑门上 东帝换来驾传的那尊龙神 那尊龙神道 副神有何吩咐 东帝屈指一谈 那尊龙神脑海中 一声雷鸣爆响 将他的元神镇成鸡粉 顿时魂飞魄散 灵魂黑沙悠悠散去 那尊龙神眼中露出迷茫之色 尸体晃了晃 栽倒下来 秦牧眼角跳了跳 爷儿跳了起来 又惊又怒 吏声道 他是你儿子 你怎么能杀了他 虎毒尚不四子 东帝瞥他一眼 皱了皱眉 耐着性子道 穆天尊 管教好你养的券 虽说我很欣赏你 但未必 要纵容你的家仆 秦牧摇头道 这是爷儿 并非是我的家仆 而是岳天尊的弟子 东帝面色稍缓 道 原来是岳天尊的弟子 也罢 不与你计较 不过 即便是岳天尊在我面前 也要礼尽三分 称我一声东帝陛下 你不要太放肆了 爷儿还带在说 秦牧抬手 笑道 爷儿姐不必说了 东帝 你想看我的手段 何不去灵宝山 寻一魂飞魄散之人 灵宝山上 因为寻宝而死的神魔 和神通者不在少数 又何必杀令狼 东帝冷笑道 灵宝山中死掉的神魔 和神通者 都是天庭的人 你复活他们 未免会暴露 你的真实手段 我不放心 秦牧微微皱眉 到 复活之后 再杀了便是 东帝背负双手 我不信任任何外人 甚至连我的儿女 也不能完全信任 慕天尊不必说了 请吧 秦牧又皱了皱眉头 东帝刚愎自用 有一种强烈的掌控欲望 与这样的人相处 让他很不舒服 他刚来到这里的时候 不觉对东帝生出好感 然而这点好感 随着对东帝的了解 越来越深 而渐渐消磨殆尽 冬天清帝 对东帝青龙也极为仇视 可见东帝的为人并不好 秦牧定了定神 看着船上的龙神尸体 这尊龙神魂飞魄散 召魂并不需要借用 天宫吐蕃的力量 但是为这尊龙神重塑灵魂 那就需要借用 天宫吐蕃之力了 没有天宫之力 吐蕃之力 他并无十足的把握 我这些年来 研究天宫的四十九天道 吐蕃的六十四优斗大道 灵胎神藏中 形成了天宫吐蕃 秦牧感受到东帝身上 传来的杀意 这杀意越来越浓 东帝如此刚愎自用 倘若他不能做到 附生这尊神龙 东帝一定会将他隔杀在此 提着他的头 囚禁他的魂魄 去向天庭十天尊 邀功情赏 自己从前因为 吐蕃和天宫的缘故 而对古神异族 抱有不少好感 现在看来 多少有些一厢情愿 东帝狭长的眉目抬了抬 咳嗽一声 正要催促 秦牧已然催动千魂影 将那尊龙神四散的灵魂黑沙换来 第1024章 子墨花间课 秦牧灵胎神藏中 太极图上下 49天道和 64幽多大道悉数启动 开始融会 然而 天道与幽多大道 却在触碰到一瞬间 便相互消融 让他的修为飞速跌落 秦牧立刻停止下来 东帝皱眉 现在 龙麒麟和一二 也能清晰地感觉到 他身上传来的杀意 秦牧依旧不为所动 静静地思索 他借来天宫和土博之力 来让破碎的灵魂重组 靠的是成天之门 来调和天宫之力 与土博之力 成天之门成天接地 是天庭中的一座门户 从天庭玉京城内城 进入灵霄殿 需要经过一座门户 这座门户便是成天门 秦牧当初是导转成天门 借着成天之门的奇妙作用 以神道与魔道 来重塑灵魂 当初 他开创出这种 起死回生的神通之后 并没有多做研究 钻研其中的本质 只是习惯性地 窃取天宫土博的力量 而现在 生死关头 他终于开始思索 这道神通的本质是什么 东帝的杀意越来越浓 叶尔和龙麒麟 也愈发紧张起来 死死盯着他 尽管他们不是东帝的对手 但东帝倘若要杀秦牧 他们也会拼死一战 只是这一战的结局 显而易见 他们都将死在东帝的手中 就在此时 突然秦牧体内 一股逆天改命的造化之力 在轻轻流转 柔和却又充满了 创造生命灵魂的力量 轻轻流转 进入那尊龙神的尸身 那尊龙神身上 散发出道道白光 像是雾气飘来荡去 而他体内的灵魂黑沙 则在不断重组 诞生天魂 重组地魂 演化生魂 东帝见此情形 心中的沙意消失 叶尔和龙麒麟如释重负 呼呼地喘着粗气 是才东帝给他们的压力 实在太大 让他们几乎无法喘息 七魄一一重塑 过了片刻 那尊龙神悠悠转醒 迷茫地看了看四周 不知自己为何躺在这里 他急忙爬起来 渐渐想起死前那一幕 记得自己是死在自己的 副神东帝青龙的手中 只是他不敢有所怨对 低着头不说话 东帝浑然没有放在心上 哈哈大笑道 大法师 果真是大法师 秦慕威笑道 东帝现在是否可以放心了 东帝笑道 自然放心了 这场考验 大法师通过了 下一场考验 便是考验大法师的潜力了 秦慕长舒了口气 像是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笑道 那么 敢问东帝陛下 打算如何考验 画坊向瑶池的深处驶去 东帝来到画坊船头 悠然道 天地的子嗣不多 天公吐蕃 一个为情所伤 一个为子女所困 他们的后代也不多 帝母已死 帝后 原母名存实亡 当今世上最强的血脉 便是我的血脉 他长絮飘逸 青山潇洒 朗声道 我的龙子 我的龙孙 强者数不胜数 哪怕是前往天庭 也可以 与天下群雄相争 哪怕是死后入幽都 也可以称霸幽斗 成为鬼雄 大法师 他看向秦慕 笑道 我有龙女孤炎 有龙子清明 乃是绝代之姿 只要大法师 能够战胜他们 那便是通过了 这场考验了 孤炎 清明 还不来见目天尊 摇池深处 一片龙岛出现 许许多多龙族年轻男女 正在岛上修炼 冬帝青龙的话音落下 便见一男一女 两尊龙神飞起 立在空中 向秦慕见利 秦慕瞥了这两人一眼 的确是难得一见的英杰 赞道 冬帝血脉果然不凡 不过 我虽然是冬帝陛下的大法师 但我也毕竟是穆天尊 冬帝让两位晚辈来考教我 未免也太不把天尊 这个称号放在眼里了 冬帝抬了抬眉头 呕了一声 道 大法师有何见解 秦慕淡然道 我在龙汉初年称天尊 杀入瑶池 斩半神无数 当今十天尊之首的浩天尊 也被我打垮了千年 若是冬帝陛下 用你的龙子龙孙 来考教我的本事 那未免也太小觑我了 冬帝微微醋眉 道 大法师的意思是 秦慕悠悠道 天公土博都曾经转世过 试图摆脱古神的困境 作为冬集天的古神大帝 陛下应该也曾经转世过吧 冬帝点头 秦慕道 陛下对神藏和天公修炼体系 并不陌生吧 冬帝淡淡道 我当年转世之后 百年神桥 千年地作 见过赤皇 明皇教武伯父 我留下一部青龙大黄金 乃是地作功法 被天庭点藏 我的子孙后代 很多人都是修炼我的功法 秦慕孝道 冬帝陛下雄才伟略 智谋深远 那么陛下 是否对天庭境界有所研究 冬帝露出笑容 背负双手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我自然对天庭这个境界有所研究 实不相瞒 我的转世身 现在也还活着 游荡在一个个时代之中 我也在收集地作功法 并且有了自己的感悟 秦慕感慨万千 府长赞叹道 天庭十天尊 小儿也 胆胆小去古神 真是不知死活 不说天公吐蕃 单说冬帝 便不容小去 冬帝哈哈大笑 十天尊是大 我不得不低头忍让 但我的实力 未必变弱了 秦慕道 因此木斗胆 想请冬帝陛下的转世 身来考验考验我的潜力 冬帝早已猜出他的想法 目光闪动 悠然道 既然大法师盛情相邀 那么我不能推辞 只恐我拳脚重 伤到了大法师 好说 秦慕满面笑容 我身子很结实 父神 孤言龙女躬身 抬头瞥了瞥秦慕 笑道 木天尊名声外在 孩儿也很想领教他的手段 龙子清明战意熊熊 朗声道 杀鸡烟用斩牛刀 冬帝看着秦慕 大法师 你看 秦慕轻轻抬手 摇池中一朵莲花飞起 落在他的手中 笑道 闲职闲职女友进取之心 自然是极好的 可惜还欠缺魔力 他摘下一片花瓣 将剩下的莲花交给依儿 依儿连忙化作一个少女 将莲花捧在胸前 秦慕轻轻吹了口气 他的掌心 那片花瓣飘起 向孤言清明二人飞去 那花瓣翻转着在空中飘飞 每转动一圈 便一分为二 接着便二分为四 飘向孤言清明二人的莲花瓣 便遮天蔽日 粉色的花瓣 形成一片花海 涌向孤言清明 孤言和清明二人 各自施展神通 向那涌来的花海杀去 想要将花海撕开 直面擒木 然而 他们的神通落入花海中 却仿佛助长了花海的分裂 让花瓣更多 花海将他们淹没 两人腾云驾雾 奋力抵抗 然而他们的任何神通 都被花瓣吸收 花瓣的数量也愈发多了 渐渐淹没了龙岛 龙岛上 那些在摇池修炼的龙族年轻男女 纷纷出手抵挡 只见花海吸收了他们的神通 顿时膨胀 在膨胀 延伸的范围越来越广 青龙天宫的摇池 虽然不如天庭的摇池广阔 但也可以算是一片小型的海洋了 然而此刻 花海竟然已经占据了摇池的中心 大有将摇池淹没吞噬之时 花瓣的海洋中 龙银声震荡 有惊慕 像是他们身上长满了粉色的鳞片 然而更为可怕的是 这些花瓣在汲取他们体内的能量 然后分裂出更多的花瓣 长满他们的全身 取代他们的龙铃 甚至 他们还感觉到 这些花瓣在取代他们的血肉 取代他们的骨骼 更有甚者 这花瓣竟然飘入他们的肉身中 落在他们的元神上 花瓣在汲取他们元神的力量 渐渐的嘶吼声只剩下了恐惧 哪怕是孤岩 清明这样的 被冬地青龙极为重视的高手 此刻也只能恐惧地嘶喊 他们根本无法 破开着花海 只能陷落其中 每一次试图破开着神通 反而只能助长着神通的威力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些花瓣 长在自己身上 扎入自己的血肉中 根植在自己的元神上 汲取自己的肉身 汲取自己的元气 汲取自己的力量 这种慢慢走向死亡的感觉 让他们的道心崩溃 终于 花海蔓延到秦木的身边 即将把画坊吞没 秦木站在船头 轻轻抬起手掌 捏下来一片花瓣 这一片花瓣落在他的手中时 漫天的花海 顿时消失不见 孤言 清明等龙子龙孙 悉数躺在龙岛上 唯你不振 一身元气修为 被花海吞噬得一干二净 倘若花海不消失 他们只怕连性命 也会变成那些花瓣的养料 造化宫 造化之术 东帝青龙盯着秦木手中的那片花瓣 沉声道 你这神通中动用很多东西 除了造化之术 还有术术 剑法 天道 还有造物主义族的观想法 还有灵天尊的不义法 秦木来到一儿身前 捏起那片花瓣 轻轻放在莲花上 这片花瓣回到花上 花瓣中蕴藏的能量 顿时流遍莲花 莲花金光灿灿 一股股恐怖的能量 像是喷泉喷涌 煞石烂漫 这朵莲花的威能节节暴涨 竟然在短短片刻 便化作一件威力惊人的一宝 这却是因为 秦木将龙岛上这些龙子龙孙的修为 西术抽走 用来炼制这朵莲花 这么多神龙把修为贡献出来 莲花的威力岂能不强 这一招神通 是我入到神通的第五室 叫做紫墨花尖客 秦木把炼花城堡的莲花 交给烟 转过身来 笑道 东帝陛下 你看出来的 只是我让你看出来的 我的神通真正的奥妙 作为古神的你不会懂的 现在 他的气势凝聚 霸体三弹弓运转 一片残缺天庭 从脑后一跃而出 光耀满摇池 秦木握紧拳头 淡淡道 该陛下亲自考教我了 第1025章 一剑京东集 东帝挑了挑眉头 心中很是不快 秦木这话颇为扎心 却也没有说错 他的确看不懂秦木的神通 紫墨花尖客 雪天之上三更月 人在摇台第几层 秦木入到神通的第五招 一景深远 是他在得到先灵界造物主一族的智慧之后 所开创的入到神通 融合了他的底蕴眼界和见解 囊括了太多的知识 还有着自己的独创性 东帝是古神 受限于自己的大道 尽管可以认出他这一招中 包含了许多神通道法 但是让东帝学会这些道法 领悟这些神通 那就困难重重了 古神受限于自身 这是常识 除了天地之外 绝大多数古神 只能按照诞生自己的大道前行 很难超脱 天宫如此 土拨如此 东帝青龙也是如此 尽管许多古神 都在尝试着 寻找出一条 突破自身大道桎梏的道路 有许多古神不断转世尝试 但是他们发现 想要突破出去 只有一条道路 那就是死亡 只有死亡 抛弃了原来的肉身 抛弃了原来的大道 才可以跳脱出去 因此 转世身并不能让他们 跳出原有的大道束缚 土拨的阿丑便是如此 我的转世身 还在外界游离大千世界 过几日才会来到冬季天 东帝呵呵笑道 大法师等候几日 我命人与大法师安排住所 秦牧道 我习惯住在瑶池 东帝陛下不必烦心 我住在瑶池的龙岛便是 东帝点头 画房驶向龙岛 岛上他的子嗣都躺在地上 还是没有动弹的力气 东帝皱眉 换来许多龙仆 收拾一番 腾出岛中最大的宫殿 秦牧入住进去 只见这宫殿雕梁画洞 以各种宝物为点缀 不禁赞道 奢华无双 东帝道 大法师暂住一段时间 等我的转世生归来 再进行第二场考核 秦牧笑道 越是迟来 越令人期待 东帝陛下已经考核了第一场 这第二场 我也不禁激动万分 恨不得东帝陛下的转世生 立刻来道 我一定不会让陛下失望 不会让我失望 东帝心头一凸 哈哈大笑 大法师 我公务繁忙 便不打脚 你休息了 秦牧相送 银切道 东帝陛下 当能感受到我的阴阴期盼 愿陛下的转世生 早日到来 东帝离去 返回青龙天宫的灵霄殿 召集天宫的文武百官 这文武百官都是他的子嗣 没有外族在这里 龙子龙孙们 抬头看向宝座上的东帝 只见东帝面色阴郁不欢 心中都是纳闷 大太子咳嗽一声 躬身道 父神为何面带忧色 东帝长叹一声 将事情的原委说了一番 道 我至今才发现 自己并不了解这位大法师 对他的神通 几乎一无所知 因此拖大了 他的神通奥妙万千 那一招入道神通 紫墨花间客 连我也看不出奥妙 看不出破绽 紫墨花间客尚且如此 他的其他神通 我更是一无所知 因此担忧第二场考核 要败在他的手中 文武百官悚然 二太子上前 公身道 父神既然没有信心 何不取消第二场考核 我被他语言挤兑 拿捏住我的软肋 东帝愁眉不展 道 他一心要胜过我 压过我的威风 我也退缩不得 我只能托辞说 我的转世身在外游里 正在赶回来 拖延几日 仲太子勃然大怒 这个穆天尊太不尽人情 竟然不知道流点颜面 给父神一个戒颇下驴的机会 他们商议一番 有了对策 道 父神不必担忧 穆天尊打了我们的弟弟妹妹 那么我们前去 替弟弟妹妹找回场子 便师出有名了 只要我们逼他 施展出其他神通绝学 父神在暗中观看 寻找出破解之道 父神与他一战 便胜劝在握 东帝大喜 笑道 我而为我分忧 让我老怀宽慰 诸多太子纷纷离去 来到殿外 三太子道 父神如灵大敌 看来这个穆天尊的神通 的确是厉害 其实 除了迫使穆天尊 暴露他的神通之外 还有一个办法 便是隔三差五 把他痛打一顿 迫使他不得不离开东极 大太子道 父神毕竟还是需要穆天尊的 不想与他撕破脸 我们前去 只说是帮弟弟妹妹讨回公道 迫使他施展出 自己的拿手神通便可 二太子道 大哥是地做境界 便由大哥压阵 其他弟弟妹妹献上 记住 我们是来为弟弟妹妹出气的 咬住这一点 不能提其他的事情 众人记忆已定 驾着风云雷电 气势汹汹来到摇池龙岛 诸多神龙盘在云上 低头俯视龙岛 一位龙子降下云头 扬言要为龙岛上的弟弟妹妹出气 让穆天尊出来一战 过了片刻 一个略嫌妩媚的女孩走了出来 道 公子在休养 让我出来打发你们 那龙子气急而笑 道 穆天尊眼睛长到头顶了 竟然派来婢女 不当人子 叶尔冷笑道 我不是公子的婢女 我只是喜欢伺候人而已 你在胡言乱语 撕烂你的嘴 那龙子大怒 化作龙手人身 手持盘龙脊 叫道 先打你这个婢女 再打穆天尊 为弟弟妹妹讨回公道 叶尔腾空而起 两人在半空中搏击 几个回合下来 那龙子被撕烂嘴巴 打得不由自主献出原形 跌入摇池中昏死过去 好在这摇池之水 充满了生命能量 他想死都难 你打了八十七弟 又有一尊龙神杀来 叫道 我要为八十七弟报仇 叶尔丝毫不拒 镜子迎上前去 将这尊龙神打个半死 其他龙子纷纷上前挑战 无一例外落败下来 只是叶尔也感觉到疲惫万分 就在此时 琴木的声音传来 道 叶尔 你先退下 叶尔乘势 退了下来 批 你去 琴木的声音传来 诸位闲直 贤侄女 你们还挑战我 我不能以老卖老 我让批来与你们对决 倘若你们 能同境界胜过批 我再与你们一战 正说着 这间店内走出一个 龙手麒麟身龙尾的 庞然大物 一边走 一边化作人身 长成雄壮少年 道 我是尊神境界 谁敢与我一战 青龙天宫的龙子龙孙们 继续下来挑战 然而 这个叫批的少年 功法神通灵力霸道 各种神通层出不穷 让人眼花缭乱 连拜二三十位龙子龙女 龙皮打得累了 便换作一儿迎战 连续三五日 竟然无疑败己 大太子皱眉 咳嗽一声 道 你们退下 我来吧 他走上前去 龙皮看他一眼 迟疑一下 向店内道 教主 这龙天亭饱满 地阁方圆 只怕失恋救地座的强者 我不是对手 秦牧走出店来 笑道 龙胖退下 大太子向秦牧见礼 道 弟弟妹妹多有顽皮 开罪了穆天尊 元龙前来赔罪 秦牧抬手笑道 不必说了 我已经知道你的来意 我的入道神通 共有八招 你若是能接下我这八招 我既往不救 元龙太子心中一喜 沉声道 天尊 请 秦牧不由分说 施展出入道神通第一招 突然天向斗变 但见天道高悬 圆道平展 天圆地方 四十九天道 与三十六圆道融合 形成了四面光滑的弧度 那四面弧度上 浮现出喜怒哀乐 四尊不同的神魔面孔 元龙太子抬头仰望 秦牧化作这四面神 给他一种威震天地的感觉 心中不觉生出恐惧 秦牧硬法落下 元龙太子忍不住 强行提升修为来抵挡 他原本打算与秦牧同境界交锋 然而真正面对秦牧 他发现 相同的境界 根本不是秦牧的对手 所以当机立断 将自己的修为 提升到真神的层次 他接下秦牧这一击 体内的法力混乱 元气狂暴奔流 不受控制 神使也几乎被打散 心中恐惧 急忙再度解封 摇持境界的法力 这才将体内的混乱平复 却在此时 秦牧的第二招入道 大神通施展开来 那是天地悬门 从天而降 镇压下来 天地悬门融合天道四十九 幽斗大道六十四 化作的一种可怕神通 元龙太子迫不得已 再度提升法力 将秦牧提升到 摇持境界的巅峰 却仿佛有 玄斗和幽斗压下 镇压肉身 熊熊夜火焚烧灵魂 迫使他再度解开 斩神台境界的封印 随即 秦牧师展出第三招入道神通 天和懒相关四集 第四招入道神通 大罗天上巨猿城 一招又一招地 入道神通施展出来 元龙太子拼命抵挡 好在他毕竟是 地做境界的存在 将修为解封道斩神台境界 足以接下秦牧的神通 哪怕是入道大神通 终于 八招使完 秦牧挥了灰衣袖 转身回殿 元龙太子躬身相送道 多谢天尊成全 秦牧道 你父神已经见过了我的神通 他的转世身 应该也快来到冬极了吧 元龙太子微微一正 脸色微红 他率领诸多弟弟妹妹 返回灵霄殿 却见冬地青龙面带喜色 笑道 你们做得好 尤其是元龙 你逼他使出八招大神通 可以说立了大功 不过 我还需要几日 推算他功法神通中的破绽 元龙太子躬身道 而臣欲助父神 齐开得胜 冬地青龙哈哈大笑 闭关去了 过了十多日 冬地出关 召来元龙太子等人 询问这几日秦牧的动向 元龙太子道 穆天尊这些日子 一直在龙岛上 偶尔走动 并未离岛 冬地青龙笑道 这小子倒是沉稳 就在此时 他的转世身 从他身后走出 乃是一尊龙手人身的帝皇形态 身缠龙气 金龙之气绕体 威武不凡 冬地青龙的转世身向姚池走去 元龙太子等人相随 声势浩大 引得青龙天宫中 不知多少龙子龙孙们 纷纷飞上空中观望 到了姚池龙岛 冬地转世身抬手 元龙太子等人停步 屹立在空中 冬地转世身 徐徐落在龙岛上 笑道 大法师久等了 秦牧刻刻气气道 冬地客气了 今日考教我的本事 我倒想 与冬地独点彩头 我这里有地母援君的 鸿蒙园也一谈 陛下是否有这个兴趣 冬地转世身瞪大眼睛 呼吸急促 鸿蒙园也 一谈鸿蒙园也 秦牧手掌一番 一谈鸿蒙园也在手 弥漫着恐怖而纯粹的能量 笑道 陛下以为如何 冬地转世身迟疑一下 道 鸿蒙园也虽然珍贵 但一谈园也换不来灵宝山 这样 我与你赌一座山头 秦牧笑道 好 那就一座山头 陛下 我是尊神敬见 冬地转世身点头 封印南天门 笑道 我以尊神境界对你 请 秦牧微微一笑 悍然拔剑 一剑飞出 剑光寒 光芒映照 顿时摇驰龙岛上空 浮现出太皇天 太明天 清明天 玄台天 三十三重天 呼啸月初 剑光中冬地转世身 又惊又怒 一剑三十三重天 这根本不是秦牧的神通 三十三重天扑面来 让他这十几日潜心参悟 想出的破解秦牧神通的办法 全然无用 剑光中 龙血飞出 最终 三十三重天化作一剑 秦牧握剑在手 长笑一声 终于感悟到开黄的剑鱼 他的周围 可怕的剑鱼形成 仿佛掌握了一种 无坚不摧的大道的所有力量 剑在手 秦牧一剑刺出 剑鱼凝聚了他的一切精神 一切元气 神识 甚至连元神也为之雀跃 他不知不觉间 将剑鱼与剑二十式融合 剑二十与剑鱼融合 终于让他将开黄所开创的这一招 完美地施展出来 一剑将冬帝转世身刺穿 冬帝转世身倒飞而去 全身伤口炸开 劈创数百处 连帆带滚砸出窑池 撞在一片宫阙中 秦牧收剑 向身后的烟道 准备收山走人 我们该去拜回北地了 第1026章 九素木天尊 龙气凌和烟儿 小心翼翼地从他身后走出 看着天空中无数青龙天宫的高手 心里砰砰乱跳 龙胖 好收场吗 叶尔紧张之下 身不由己化作小青 却落在龙气凌的大脑袋上 用爪子挠了挠龙气凌的头皮 低声道 公子 好像把冬帝转世身打得太惨了 远处 突然传来轰隆一声巨响 却是被冬帝转世身撞穿的一座宫殿 再也承受不住 摇摇晃晃倒下 这座宫殿倒下不要紧 其他宫殿也跟着轰轰隆隆倒下 将天空中的龙族强者们从震惊中惊醒 叶尔愈发紧张 抓得龙气凌的脑袋越来越痒 龙气凌定了定神 巧声道 能否收场很是难说 不过这次教主前来冬极天拜访冬帝 冬帝 冬帝却要借教主的名头来立威 教主也不过是反击罢了 叶尔不解其意 不过 龙气凌却是看得很透 这次冬帝显然有打压 十天尊名头的意思在其中 因此此行声势浩大 惊动了青龙天宫的大半龙族 倘若仅仅是考验秦牧的潜力 没有必要让青龙天宫的文武群臣悉数到场 也没有必要惊动这么多人 显然冬帝怀有其他心思 冬帝要借秦牧的天尊之名 来树立自己的威信 也是情有可原 这些年来 青龙天宫风雨飘摇 古神的日子一日不如一日 天庭石天尊的名头越来越响 甚至有时候石天尊做事 不懈借用古神天帝这个名义上的贡主的名头 直接以天尊的名义下令 胆敢不从 抄家灭族 也只在天尊们的一念之间 青龙天宫的危机 也被东极天的人们看在眼里 上有石天尊打压 下有东天清帝步步紧逼 而今又有神器御天尊 首托六座神城 从天庭降临 陈兵数百万神没 而且神器御天尊手捏印法 直指青龙天宫 猖狂无比 打压东极天龙族的信心 东帝作为古神四域 也的确需要一个提振士气 提振信心的机会 打压秦牧 一是 可以让秦牧知道自己在合作中的地位 没有他们这些古神的支持 秦牧一无所成 合作中 他们这些古神施主 占据主导地位 秦牧是从 只能按照他们的指令形式 二是 穆天尊的名头 虽然不及而进的石天尊 但也是天蒙名面上的最高元老 让秦牧在自己手中吃别 依旧可以在自己的子明心中 树立古神无敌的形象 秦牧来到东极天 东帝定下两场考验 用意便在这里 只是 他没有想到的是 穆天尊也是天尊呢 龙旗铃摇了摇头 东帝从一开始便打错了主意 觉得能掌控秦牧 占秦牧的便宜 然而 作为古神的他意志高高在上 却没有看到 时代已经变了 这世上古神 已经不是最为强大的存在 而秦牧 作为颜康变法的三节之一 他的目的 也不是超越古神 而是无论古神还是新神 都要神为人用 秦牧与古神的目的天然相佐 甚至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是对立 东帝想掌控秦牧 秦牧岂能心甘情愿 再加上秦牧这个 牧天尊从前还有些水分 但是近些年来 水分越来越少 颜康杰就是一场莫大的魔力 他无论是修为底蕴 还是智谋成府 都提升莫大 再经历了太虚之行 而今秦牧虽然不敢说 在天尊之中 同境界无敌 但胜过古神的转世身 还不在话下 突然又是轰隆一声巨响传来 却是一面巨大的龙形牌坊 砸了下来 叶儿原本已经放下心来 听到这个声响 忍不住爪子抓紧 把龙麒麟脑袋上的 一片龙鳞扣了下来 龙麒麟吃痛 但忍着痛不说 天空中许多大大小小的龙族 似乎被牌坊倒塌下来的声音惊醒 纷纷回过神来 他们谁也没想到 会是这个结局 恐怕东帝自己 也没有料到是这个结局 他们的目光向秦牧看来 秦牧站在龙岛上 已经收了剑丸 正所谓千夫所指 无疾而终 被这么多龙族高手注视 秦牧依旧坦然 大哥 怎么办 青龙天宫的文武百官 纷纷询问元龙太子 元龙太子也没了主意 他虽然是独当一面的 地做境界的存在 但是在东极天 他就像是 刚才倒下的那面牌坊 看着光纤 实则没什么用 东极天真正当家做主的 还是他的父神东帝 他手中的权力并无多少 东帝长生久世 掌控欲很强 作为他的大太子 元龙能够修炼到地做境界 靠的是上皇时代的混乱时期 他下届征战 摆脱了东帝的阴影 这才能够修成地做 然而上皇时代结束 回到东极天 他又回到了东帝的阴影下 在父亲的阴影下 他做不了主 就在此时 青龙天宫中 一股古朴苍茫的气息升腾而起 越来越强 东帝巨大的身躯 盘绕在青龙天宫 一圈又一圈 青色的鳞片映着阳光 鳞片如镜 将四周的宫殿 清晰无比地反映在镜中 东帝的龙头 处在灵霄殿的上空 徐徐叹了下来 龙须飞舞 来到瑶池龙岛上空 龙须打在瑶池水面上 掀起一道道大浪 秦木抬头 仰望着垂下的古神龙手 笑道 东帝陛下 这场考核 我算是通过了吧 东帝瞇了瞇巨大的龙眼 盯着他 过了片刻 呵呵笑道 算是通过了 穆天尊大有潜力潜能 将来不会比十天尊逊色 秦木松了口气 笑道 好在没有令东帝陛下失望 不知那灵宝山 龙口开河 东帝笑道 我答应过你 自然会给你 只是这灵宝山很重 不知道你是否能拿得起 秦木满面笑容 东帝陛下放心 我一定有办法拿走 我来到东极天的目的 便是与东帝相会 联络感情 免得生疏了 而今在东极天 也讨扰了近月的时间 还是不打搅地主了 东帝殷勤挽留 道 穆天尊不再多住几日 不了 不了 两人客套一番 秦木命龙其林和一儿收拾行装 东帝则飞身来到灵宝山 硬生生将一座山头拔起来 看得天庭中的神魔不知所措 纷纷暗暗叫苦 东帝是打算搬走灵宝山吗 我们将来 还要到哪里去熏龙鸭道 好在东帝只是搬走了一座山头 还有其他八座山头 这座山头沉重无比 虽说不是灵宝山的全部 但也非同小可 被东帝搬来时 强大的地磁原力压得空间扭曲 秦木眼角跳了跳 对于东帝来说 这座山并不算大 然而对于他来说 山太高 太大 太重 根本搬不动抬不起 东帝化作青山帝皇 站在空中 一只手托起灵宝山 道 穆天尊 灵宝山在此 你来接住吧 说吧 便将灵宝山抛揽 龙其林与燕儿毛骨悚然 这座山头太大 即便他们夺路而逃 这么短的时间 也逃不出这座山的镇压 秦木微微一笑 伸手将眉心的树眼扣出 将这眉眼睛抛弃 他的第三只眼 迎着灵宝山飞去 眼睛瞳孔似乎在旋转 一片光幕迎着灵宝山射出 光幕从山顶扫到山下 灵宝山凭空消失 那只神眼飞回来 落入秦木眉心 血肉自动生长 神经连接 秦木眉心的眼睛眨了眨 发现只是一座山头的话影响不大 当即笑道 多谢东帝陛下 陛下留步 从天而降 率领青龙天宫的文武群臣相送 声势浩大 一足礼数 道 慕天尊不必戒怀 两场考验 只是细语 天尊不必放在心上 秦木道 打坏了青龙天宫的许多宫阙 我心中也很是不安 天尊不必自责 我东极天 多的是精通建筑的神龙 打坏了再见便是 东帝令人如慕春风 浑然不见先前的咄咄逼人的气势 与秦木并肩而行 笑道 你来时 我未曾赢亚 你走时 我一定相送 天尊 南天门到了 刘步 秦木转身 公身道 东帝公身还礼 道 天尊一路保重 秦木换上龙麒麟和烟 向外走去 走了千鱼里 只见后方神光迎宵 天龙乱舞 东帝又率领文武群臣赶来 哈哈笑道 我一送天尊 意犹未尽 因此再来相送 烟儿和龙麒麟吓了一跳 行道 莫非是东帝认为丢了脸面 又被公子 教主 占了便宜 前来杀人灭口 夺回宝物 秦木从龙麒麟背上跳下来 露出感动之色 叹道 东帝陛下一送 便已经是 令我受宠若惊 再送的话 便令我汗颜了 陛下 盛情心灵 请留步 东帝叹道 与天尊一会 令我感触良多 若不送送 我心难歌难舍 秦木作医 东帝还礼 亲自扶他登上龙麒麟的背部 道 一路顺风 陛下留步 龙麒麟向前奔去 不经意回头看去 却见东帝青龙 率领着东极天的诸多神龙 还站在半空中摇摇观望 真是情深意浅 龙麒麟正欲开口询问秦木 却见神光涌动 东帝再度率众赶来 高声道 穆天尊留步 秦木让龙麒麟停下 跳了下来 旁边有龙女捧着托盘 托盘中有梅酒精杯 东帝亲自斟酒 举杯道 天尊此来 我却未曾与天尊进行大醉一场 是我的过错 临别时 我敬天尊一杯 秦木端起酒杯 与他相对饮酒 笑道 不胜酒力 木已经有熏熏醉意 陛下美酒一杯 胜过千谈佳酿 陛下留步 东帝目送他登上龙麒麟 挥手送别 龙麒麟载着秦木和燕儿 来到神奇遇天尊的附近 却见东帝率领着青龙天宫的诸多强者 再度赶来 东帝命人献上国府 惭愧道 天尊来到我东极天 我未曾一尽地主之意 特地献上些书果 秦木让燕儿收下国府 道 陛下圣秦 木不慎惶恐 东帝再度挥手相送 殷勤作别 又行了千语礼 龙麒麟来到另一座神城边 却见东帝再度率众赶来相送 东帝哽咽落泪 道 今日一别木天尊 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我在送天尊一程 秦木也忍不住垂泪 哽咽道 东帝圣秦 木粉身碎骨也难报答 两人相拥 随即分开 各自抹泪 神器玉天尊掌心的 六座神城上的神魔 看着这一幕 各自焦头接耳 秦木再度上路 龙麒麟被窝了一肚子疑问 来不及询问 却见东帝再度率众赶来 又一次殷勤相送 东帝一行人 竟然连送九次 将秦木送到天龙宝脸旁边 东帝亲自为秦木拴上天龙 搀扶秦木登上宝脸 看着秦木落座下来 陛下请回吧 秦木打开车窗 红着眼睛道 东帝叹道 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一行人物 宋天龙宝脸 驶入灵能对千桥 这才折返回去 东帝亲龙 是个厉害人物 秦木感慨道 冬天亲帝 哪里能斗得过他 也只有狼宣神皇 才能压他一头 宝脸中 狼渊神王的身影出现 淡淡道 与造物主义族大战 经历过血袖战役 并且能够存活下来 自然不是一鱼之辈 圣婴 秦木微微一笑 道 是他小看了我 吃了一点亏 不过他还是补了回来 龙麒麟终于 耐不住一肚子的疑问 道 教主 为何东帝吃亏之后 还殷勤相送 竟然还送了九次 就算是天帝跑过来 他也未必会连送九次 燕儿也是满肚子的疑惑 道 东帝小肚鸡肠 看起来不像是这种人 秦木笑道 他要做太 对天庭表明 他已经与我联盟 而且还要表明 他对我的重视无与伦比 这样有两个好处 一是向其他股神表明立场 一是迫使天庭对付我 他揉了揉太阳穴 道 我让他吃亏了 当着他的子孙后代的面 打了他的转世身一顿 又赌斗迎走了他的一座山头 东帝输了阵仗 岂能不报复回来 他看似殷勤送我 九送穆天尊 穆天尊好大的脸面 然而 他越是重视我 天庭便越是要除掉我 这是 把我放在火上烤啊 第1027章 开晃与四地 狼渊神王目如秋水 柔声道 古神不值得信赖 任何古神 都是如此 圣鹰 你背负着造物主义族的希望 秦目看着他 轻声道 造物主义族 有对抗天庭的力量吗 狼渊神王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 目光看着外面的灵能 对千桥的洪流 目光显得深算迷人 道 圣鹰 古神与造物主义族的矛盾 是灭族之恨 你不可能调解 这种深仇大恨 是根植在造物主们的思维之中 代代流传 同样 古神也不可能放过造物主 这座灵能对千桥 前往北极天 四极天已经被古神四地打通 一座座灵能对千桥连接四极之地 方便往来 从前 各路神魔赶往四极之地 都是靠天和水路 乘船往来 需要百十年 才能从天庭赶到四极天 当然 这是相对于普通神魔而言 对于能力极大的地座强者和天尊来说 所需的时间必要短了不少 最简短的路径 则是前往幽兜或者玄兜 通过幽渡或玄兜来缩短路径 幽渡有阴差老者的指传 乘船前往宇宙四极 省时省力 玄兜位于宇宙中天 空间扭曲 有各路太阳手 可以乘着金屋 赶往四极天 而有了灵能对千桥 那就更加省时省时了 秦牧也看着窗外 沉默片刻 南南道 我也很难 狼渊姐姐 我真的很难 狼渊神王看他一眼 不再说话 过了两久 秦牧问道 你查看神器御天尊这么久 有何发现 狼渊神王目光闪动 道 神器御天尊的确无比强大 天庭能够制造出这样的神器 可以说无敌于天下 而且不会像太帝或者天帝那样 不受控制 这等神器镇压诸天 天庭的江山永固 再无被推翻之余 然而有弱点 秦牧向他看来 试探道 神石 狼渊神王点头 道 很大的弱点 神器御天尊 并非是天尊真正的肉身 而是被制造出来的武器 天尊需要元神入主其中 才可以掌握御天尊强大的力量 而我造物主 可以动用强大的神石 在天尊掌控神器御天尊之前 抢先一步 把御天尊掌握在手 秦牧目目光闪动 道 你没有在狼渊神皇的神器 御天尊身上动手脚吧 我有一件事 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 狼渊神皇 是天帝与太古三王 中宫云神王之子 他算是半个造物主 他的神石 未必弱了 狼渊神王瞪大眼睛看着他 惊讶到 狼渊神皇是天帝之子 这么说来 天庭十天尊 岂不是天帝一家子占了一半 秦牧想一想 的确是这样 孤神天帝 帝后娘娘 元母夫人 浩天尊和狼渊神皇 天帝一家 便占了五人 除了天帝 还有太帝居于世 天公之子祖神王 吐蕃之女 须天尊 十天尊中 竟然只有两人 没有那么深厚的背景 其中一个 还是火天尊 东帝对我说 他的血脉 才是天下第一血脉 然而 他只是生得多 奈何天帝生的质量更高 秦牧不禁感慨 道 对了 东极天 应该也不是祖庭吧 狼渊神王摇头 不是 不过东极天中 有祖庭中的宝物 灵宝山和摇池 都是祖庭中的东西 秦牧大势心动 造物主的祖庭中 竟然有这等宝物 他不禁对祖庭更加期待 东极天 东帝青龙带着文武群臣 返回青龙天宫 元龙太子道 父神真的不派人 追杀牧天尊 夺回灵宝山 东帝摇头 笑道 灵宝山虽然珍贵 但也只是我 用来磨牙的宝物 并非是我东极天 最为珍贵的一宝 我虽然被他折了面子 但我连送他九次 天庭便不能容忍他了 肯定会派人追杀 元龙太子迟疑道 父神既然需要牧天尊 却又为何把他 推到危险的境地 东帝瞥他一眼 淡淡道 牧天尊桀骜不驯 太难掌控 他不过是一个 运气好到爆的人族小辈 机缘巧合 有了现在的地位 倘若识去 他便安安分分地 接受我的两场考验 然而他却想反客为主 折我颜面 想要拥有与古神 平起平坐的地位 他的声音中不乏有怒气 然而语调却显得愈发淡然 道 倘若他成长起来 与天庭的十天尊 有何区别 天庭十天尊的目的 是铲除我们古神 他们彻底掌握权力 而我们古神的目的 除了自保之外 也是要铲除他们 不是栽培出一个对手 他向前走去 来到灵霄殿 镜子坐在宝座上 修长的五指舒展开来 握住地座扶手 威严镇压青蒙天宫 冷冷道 牧天尊始终没有想通这一点 既然他没有想通 那就让现实来让他想通 他离开东极天之后 处处碰壁 撞得头破血流 撞得古断金蛇 他才会放下身段 向古神俯首称臣 老老实实做事 他目光如电 扫了元龙太子一眼 声音可以斩钉截铁 古神 从太古至今 便是这个宇宙的主宰者 所谓造物主 所谓半神 所谓十天尊 所谓人族 统统只是过客 是我们的施舍 让你们有了生存的机会 是我们维持宇宙洪荒的秩序 让你们有繁衍的可能 后天生灵 胆敢窃取古神权柄 胆敢变法乱道 本来便是大逆不道 罪不容设 这不仅仅是 我的心思 同样也是所有古神的心思 元龙太子悚然 垂头不敢说话 当年我们古神 利用过开皇秦业 打算栽培秦业出来 与十天尊对垒 怎奈秦业不上道 我们古神辛辛苦苦栽培他 他却率领金睿跑了 东帝冷哼一声 把地座扶手捏得粉碎 冷冷道 为了栽培他和开皇时代 我们古神费了多少心血 期待他与天庭一战时 他的开皇天庭内部 却一盘散沙 他大敌也是明白 我们把他推出去的意思 所以卷了开皇 时代的精锐变跑 他还传给秦木 他的剑法来伤我 真是恩将仇报 元龙太子身躯颤抖 额头冷汗津津 有些事情他也经历过 当年东帝青龙 对开皇很是不错 他还曾经下界 资助开皇起家 开皇送来第一月 请东帝栽培 东帝也将帝月 受为弟子 传授神功 甚至有一段时间 东帝的转世身 亲自下界 与开皇互称道友 开皇建立三十三重天 打造开皇天庭 东帝与其他三位大帝 也亲自到场恭贺 只是元龙太子 却没有想过 这里面的门道 现在想起来 不禁毛骨悚然 这一段他亲自经历的历史 竟然暗藏着这么多的凶险 东帝与其放缓 温和笑道 你不必担心 你是我儿子 我不会拿你怎么样 你好生做事 将来重建天庭 他悠然道 说不得你 也有登上地位的机会 这龙汉天庭 是该血洗一番 坏一个主人了 北极天 天龙宝年 出现在灵能 对千桥的祭坛上 与东极天一样 北极天的祭坛 处在这片浩瀚天地的边缘 灵能对千桥 是秦牧与 侨父圣人 坐下的黑虎神 联手设计打造 当时黑虎神 不过是一尊尊神 被称作虎尊 而秦牧当时 则是一个小小的神通者 两个毫不起眼的人物 竟然能够设计打造出 影响到天庭 和各大诸天布局的工具 当真是一件奇事 单单这一点 他们二人 已经足以名垂青史 六条天龙 拉着宝年前行 这北极天有些阴寒 天空中遍布雷云 少见日月 刚风凛冽 风云中 有千尺藤蛇 在云层中穿梭 大蛇斩翅 藤魔变化 骁勇善战 秦牧向下看去 却见北极天的地理 并非是一整块大陆 而是一片大则 天河在这里汇聚成大则 大则中多有神龟 龙手龟身厄尾 体型庞大无比 背负着一座座大陆 在天河大则中游动 吼声如雷 那些玄规张口吐出雷光 雷光传动 升腾 越来越高 空中穿梭的藤蛇 则张口吐出明晃晃的珠子 与雷光触碰 迸发出阵阵雷音 天龙宝脸从风围中穿过 那些藤蛇和玄规 每每打量他们 便会化作少男少女 或者立在空中 或者立在大则上 把背上的陆地丢在一旁 忽然又有少男少女 或者从天而降 或者从大则中飞起 在空中相拥 落地则化作玄武 变成龟蛇相交的奇异半神 又或者化作人形 龟背蝉蛇的怪人 秦牧泽泽称奇 对于北帝玄武他 久有耳闻 也曾经有过一面之缘 当年颜康节爆发前夕 曾有天降神器五雷狐落在颜康 那五雷狐便是北帝玄武的宝物 除了五雷狐之外 还有其他古神四帝的武器 秦牧救活第一月 第一月将那场天象大劫消除 秦牧那时才知第一月 曾经拜古神四帝为师 与古神四帝大有渊源 鬼船上 秦牧也曾经盗取北帝玄武的力量 破开鬼船 当时他被抓住 遥遥见到了北帝一面 天龙宝脸行驶到北极天深处 秦牧看到另一尊神器玉天尊 于是停车下来观望 这尊神器玉天尊的体魄 也是极为庞大 面带微笑 竟然显得有些妩媚 身后朝气蒸腾 大有融化北极天的阴寒之事 蓝玉田竟然也可以妩媚动人 不知道是哪位女天尊的神器 秦牧失笑道 第1028章 玄武二帝 神器玉天尊强横无比 身前身后有光流如同飘带 色彩明亮 他捏着兰花纸 像是在拈花微笑 一族脚尖着地 一族抬起 点着另一条腿的膝盖 秦牧说起妩媚 便是这个原因 与东极天的玉天尊不同的是 环绕着尊玉天尊的是几座陆地 陆地飘浮在玉天尊的四周 云雾缭绕 山清水秀 陆地上有什么栖息 足见成军 日夜操练 秦牧向远处看去 但见着北极天 显得有几分阴郁 反倒是来到了这里 才觉得有些温满 远处群山之间 有山峰如柱 几株青藤攀爬着山峰 蜿蜒生长 增添了一抹绿色 狼渊神王遥望那几株青藤 露出惊讶之色 姐姐 是否也要去看这尊神祁遇天尊 秦牧问道 狼渊神王迟疑一下 轻轻点头 道 那几株青藤 应该也是祖庭中的东西 下一刻 他从宝脸中消失 秦牧遥望青藤 心道 造物主祖庭中 生长出来的东西真大 宝脸继续前进 向那青藤驶去 过了两久 他们来到封筑前 秦牧抬头看去 却见青藤应该是葫芦藤 一片片叶子很大 爬满了山峰 山上挂着一些青色葫芦 通体如同青玉 约有五六丈高 葫芦数量不多 有些女子飞来飞去 穿梭在藤腕之间 却是在那里捉虫 葫芦上的虫子 也是古怪且凶恶 有两三丈长短 身上长满毛刺 獠牙利口 口喷雷火 打不过时 便身体一摇 那些女子在藤蔓间穿梭 努力捉虫 然而却屡屡遇险 每当遇到危险 这些女子便化作藤蛇躲避 疏忽来去 迅捷无比 莫非五雷狐 便是这株葫芦藤上 接触的宝物 能够容纳五大云雷 练就火灵神兵 秦牧嘖嘖称奇 这世上竟有这么大的虫子 难道也是祖庭中的虫子 突然山峰轰隆一声 移动了百里左右 秦牧吓了一跳 定睛看去 看到山下竟然有一头老龟 老龟体魄极为庞大 背负着一座大路行走 只是走得太慢 半天才挪动一步 但是一步便跨出百里左右 他背着大路上的群山 行走在这茫茫大泽之中 气喘吁吁 似乎很是吃力 天龙宝脸来到老龟头部 老龟慢吞吞地挪着龙头 目光如同两轮太阳 注视着宝脸 秦牧走出宝脸箭里 道 长老 那老龟龙头 长着雪白胡须 很是苍老 连眉毛也是雪白 道 穆天尊 请恕我不能还礼 告罪 他声音如雷滚动 极为洪亮 秦牧惊讶道 你认得我 天蒙穆天尊 谁人不知 老龟道 穆天尊此来 是拜会玄武大帝 秦牧点头 道 敢问北帝玄武在何处 老龟笑道 这世上并无北帝玄武 只有玄帝和武帝 穆天尊是要见玄帝 还是武帝 秦牧眨眨眼睛 面色古怪 试探道 北帝玄武是两个人 老龟笑道 两位神圣 一个在男儿国 叫做玄国 一个在女儿国 叫做武国 你去玄国 能够见到玄帝 去武国能够见到武帝 他们合体 才是玄武大帝 秦牧称县 问道 长老又怎么称呼 不敢当长老二字 我是玄帝和武帝之子 叫做幽明 因为犯了过错 所以被罚 老龟道 父母二神罚我背负此山 在北极天行走 带到葫芦藤上的武雷湖 悉数成熟 方能脱罪 而今 我已经走了六十万年了 秦牧吓了一跳 胡一道 这藤上接着的 果真是武雷湖 然而这葫芦成熟 应该要不了六十万年吧 那老龟幽明道 这葫芦三千年亦开花 三千年亦结果 三千年亦成熟 六十万年 收割的葫芦 已经有六十六代了 接出近六百个葫芦 然而 这葫芦藤开花结果 结果开花 藤上的葫芦始终不断 始终没有悉数成熟的时候 所以我至今还是戴罪至深 叶儿所化的小青雀 从宝脸中蹦蹦跳跳跑了出来 落在秦牧尖头 师生道 你犯下什么罪 竟然要受如此责罚 那老龟瞥他一眼 道 我是被一男一女两个坏蛋陷害 落得如此天地 六十万年前 四弟与天庭分家时 我奉命护送玄武天公 前往北极天 路上遇到一个少年 和一个女孩与我攀谈 说是认得我 我不觉对他们心生好感 然而 他们却闯入天庭 盗走了父母二神练就的宝物 琉璃青天壮 他咬牙切齿道 父母二神大怒 将我镇压在此 可恨那一男一女 却不翼而飞 琉璃青天壮中 是父母二神 从太古搜集的一宝锁链 威能奇大无比 然而却至此消失 父母二神 也为此搜寻良久 那对狗男女 若是被我寻到 必然扒皮抽筋 错骨扬灰 勤目叹息连连 心道 北地玄武 也是如此财大气粗 不愧是从太古 活到现在的人物 掌握的天才地宝极多 想来 古神很多都是如此 他们应该是从 造物主的祖庭 弄来的这些宝物 这猪青藤 或许是造物主 一族观想出的圣物 他打量青藤 试图以神识与青藤联系 然而青藤 毫无回应 那老龟幽明 还在痛骂不绝 各种脏话蹦出口 浑然没有了 刚才的高人气度 显然对那对 骗走了琉璃青天壮的狗男女 极为痛恨 就在此时 空中嗡嗡作响 许多长着翅膀的大虫子飞来 来到山上便拨下虫乱 山上的女子又骑又急 纷纷飞起驱赶 然而还是不少虫乱落下 御风便化作大青虫 抱着青藤便啃 那些女子 只得又去捉虫 秦牧看了一眼 道 这些虫子 是从哪里来的 鹰天子养的虫子 鹰天子不知从哪里 得到了一包 来自太古的虫乱 她前来寻我父母想求葫芦 我父母不给 她便使坏 拨下虫乱 老龟幽明道 这些虫子每次被捉光 便会有飞虫前来拨乱 已经拨了四五十万年了 这丝 妻而不舍 毅力惊人 秦牧告辞离去 老龟幽明在后方高声道 鹏天尊 你老脸面大 劳烦你在我父母二身面前 说句好话 让我早日摆脱这镇压之苦 咱们好歹在六十万年前 见过一面脸 秦牧诧异地回过头来 你在六十万年前见过我 是啊 天河中 我们摇摇照过面的 秦牧沉吟 她原本以为这老龟知道自己 是因为牧天尊的名头 果然响亮得很 却没想到 这老龟竟然真的见过自己 我去过六十万年前 我怎么不知道 秦牧答应下来 宝脸继续向前驶去 玄帝五帝分家 分为两个国度 一边是男儿国 一边是女儿国 秦牧来到男儿国中 却见这里多是龙首人身 龟背的男子 形容古怪 但实力都极为了德 却没有一个是女子 一片天宫漂浮在玄国的上空 然而却是半个天宫 玄武天宫被切开 而且是沿着中线切开 甚至连灵霄殿 也被整整齐齐地切成两半 秦牧站在宝脸上仰望 甚至能够看到 被从中间切开的地座 玄帝和五帝闹了什么别扭 竟然割裂到这种程度 他不禁摇了摇头 摇池事件中 北帝玄武也出手了 不过那时 他们应该是合体的 因此实力极强 想来这两位古神 虽然平日里不合 但到了关键时候 还是会联手迎敌 天龙宝脸飞上那半雀天宫 来到只剩下一半的南天门前 却见南天门的守卫 正在与几个五国的女子 打情骂靠 想来两位古神虽然不合 但两个国家的男女 却情投意合者颇多 秦牧让龙七灵前去通报 过了片刻 只听一声大笑传来 牧天尊果然来了 一位中年帝皇迎上前来 龙然长须 威武不凡 只是背部高龙 显得有些古怪 应该是他将龟壳 罩在衣服之中 牧天尊 我们这是第二次相见吧 玄帝哈哈大笑 秦牧见礼 不嫌不淡道 颜康节爆发之前 有天象大节 其中有北帝神兵 厉害至极 我对玄帝的宝物 倒是佩服得很 玄帝还礼 笑道 牧天尊是因为这件事埋怨我吗 天尊有所不知 那五雷狐 是妖妇借出去的 与我无关 我当时还说 妖妇自作孽 不可活 从前借出五雷狐 去灭上皇时代 后来又借出五雷狐 去灭开皇时代 现在又要去灭颜康 早晚会得罪了 不能得罪之人 死在这上面 秦牧面色稍缓 倒 原来与玄帝无关 是我错怪玄帝了 五雷狐这种一宝 可以收纳五大云雷 云雷中又练就火灵神兵 我极为佩服 玄帝闻贤而知雅意 道 我与牧天尊一见如故 是为之己 这五雷狐我与妖妇平分 他那里有十几个 我这里也有十几个 等到天尊离去时 我送与天尊一个 全作赔罪 秦牧面色愈发缓和 笑道 我是才遇到幽冥贤侄 听他说 他被镇压在山下六十万年 六十万年 结了近六百个五雷狐 为何玄帝陛下 只落了十几个 何况从太古至今 不知多少亿载 岂有十几个的道理 玄帝脸色仗红 贺骂道 竟然结了这么多 妖妇肯定是私吞了 他叹了口气 道 实不相瞒 这历朝历代的战争 五雷狐损毁了不知多少 我这里的确也不多了 这样 我把十六枚五雷狐 都赠予天尊 秦牧探道 颜康孱弱 没有强大神器护国 覆灭也在天庭的一念之间 倘若颜康没了 我也不会毒火 玄帝笑道 天尊切莫这么说 天尊是从东地那边过来的 东地脾性一向是爽直 没有为难天尊罢 秦牧道 东地设下两重考验 一是 让我不借用天弓土国之力 复活他人 二是考验我的潜力 玄帝目光闪动 显然是代价而辜 道 那么天尊是否通过了考验 秦牧淡淡道 我复活他人之后 砸了他的青龙天弓 伤了他的转世身 让他在冬极天 所有神龙面前出了点丑 玄帝哈哈大笑 竖起五根手指 道 我事才想起来 我那尘封已久的宝库中 还有一些存货 可以赠予天尊五十枚五雷狐 让天尊组成一支五雷军 秦牧竖起一根手指 玄帝摇头 道 实不相瞒 历代战争 五雷狐的确损毁许多 再加上开皇时代 我赠给了开皇五十枚五雷狐 开皇是秦天尊 我不能顾此失彼 倘若给你更多 开皇讨上门来 我有何颜面见他 秦牧正色道 开皇并非是万劫不灭大法师 玄帝咬牙 重重点头 那就一百枚 不可再多了 秦牧哈哈大笑 玄帝也哈哈大笑起来 伸手道 牧天尊 秦 秦 两人携手走入半雀南天门 进入玄武天宫 秦牧笑容满面 行道 离开玄帝之后 我便去见五帝 还可以从五帝那里 弄来一百枚五雷狐 玄帝四有意四无意道 倘若牧天尊还要去见妖妇 便对妖妇说 我给了你两百枚五雷狐 秦牧心神大振 钦佩之情 犹然而生 第1029章 真武建院 玄帝与他走入玄武天宫 换来一位规备神人 取出一根神鞭 吩咐道 幽明太子多嘴 让我破费了九十九个五雷狐 你吃我神鞭前去 赏他九十九鞭 那规备神人 双手接过神鞭 转身离去 秦牧犹豫一下 没有替幽明太子求情 龙其林和叶儿面面相去 叶儿低声道 公子怎么不替幽明太子求情 好歹幽明太子给咱们指过路 而且脾气也好 现在倒好 反倒挨了九十九边 龙其林巧声道 教主人微言轻 秦牧瞪他一眼 龙其林连忙住嘴 前方立着一尊石像 看起来与开皇秦夜的模样 有些相似 秦牧走上前去 打量一番 果然是开皇的石像 只是要年轻许多 雕像意气风发 不像现在这般老城笃定 开皇与我们北极天的关系不坏 开皇时代早期 还未建立开皇天庭的时候 他曾经来过这里 玄弟道 这十项四周原本是建学院 便是他创建的 称作真武剑院 他在这里开院授徒 我北极天的很多年轻一辈的子弟 都拜入他的门下 向他学剑 我在这里与他交流 也学了他的剑道 他则向我讨教阵法 现在近四万年时间过去 我北极天中 还有不少剑道高手 称作真武剑派 他带着秦牧四下走去 秦牧果然看到 真武剑院的许多基石 这座剑院的规模很大 想来当年数以千计的 玄武子弟在这里求学 不过开皇时代落幕后 天庭下令 拆除真武剑院 只剩下这尊石像 被保留下来 玄弟道 那些真武剑院的子弟 若是听到你来 一定很是欣喜 秦夜还带来了两个女孩 和一个砍柴的 一个叫第一月 一个叫燕云熙 砍柴的叫文天阁 很有礼貌 第一月随我学习玄武大道 燕云熙则随我修行阵法 砍柴的 则随我学习数数 他们都极为聪明 后来的成就都超过我 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良多 子西天师和乔福老师 也道过这脸 秦牧心中微动 道 开皇去过冬极天吗 自然去过 玄弟道 当年秦夜在冬极天 也建立了一个学院 叫做真龙道院 也极有名气 据说当时跟随他修行的 是一位叫做清皇的真龙 是开皇国的龙脉所画 秦牧思索片刻 他在冬极天 倒是没有见到 开皇留下的痕迹 想来是被冬帝完全抹去了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冬帝和玄弟不同的处世风格 冬帝刚愎自用 掌控欲更强 若是不能掌控 那就抹去一切痕迹 而玄弟则更念及旧情 即便开皇败落 开皇时代消失 他也留下了开皇的石像 甚至北极天中 也有不少子弟修炼剑道 开皇在那个时代 将剑道这种后天大道 发挥到极致 属于变法 除了剑道之外 镇法之道 铸造之道 刀道等诸多大道 也是后天大道 都是在开皇时代发展起来 日渐鼎盛 可以说 开皇时代是后天大道迸发时期 渐渐与先天大道争辉 而玄弟精通阵法 术术 可见他对后天大道并不排斥 只是他碍于先天所限 无法将这两种后天大道 发挥到极致 他们继续前行 秦目看到开皇留下的更多痕迹 这里有论剑台 有喜剑池 有燕云西留下的天地棋局 还有第一月留下的玄武陆和金碧 开皇与玄帝五帝的关系这么好 却为何借出北帝神兵 灭了开皇时代 秦目问道 玄帝道 大势所趋 无可奈何 我当时想的是 倘若开皇时代 能够向上皇时代延续三十万年 后天大道烙印虚空 开皇时代的诸神 便会后天而成先天 成为新的古神 如此一来便可以与天庭抗衡 秦目新神大振 那个时代的古神 栽培开皇时代 原来目的是创造出一批新的古神出来 到那时 开皇的利益 便会与我们古神的利益是一体的 他们成为新的古神 我们便可以合力 铲除天庭 到那时 开皇便是新的古神天地 玄帝道 就算没有三十万年的时间 给开皇时代十万年的时间 也可以自立 与天庭分割天下 让他们不敢对古神下手 只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 天庭只给了两万年的时间 这种大事之下 我们也不得不妥协 不妥协的话 就是死路一条 他走向摇台 摇头叹息连连 笛声道 只有两万年 至于严康 嘿嘿 八百年 秦目跟上他 迟疑一下 问道 玄帝 有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 玄帝与武帝的关系 似乎不怎么融洽 这是何故 你也看出来了 玄帝探道 我与武帝 原本都是天河中诞生的神圣 各自掌管一段天河 各不相干 后来诞生的古神多了 我们俩的实力比青龙 地后那些大块头 都弱了那么一些 但是何二为一联手的实力 便比那些家伙 都强了那么一点 他引领着秦目经过摇池 只见玄武天宫的摇池 也被一分为二 玄武天宫比天井小了太多 再往前走 便是斩神台 秦目面色古怪 这斩神台 也被整齐切开 甚至连斩神台上的 两道纠缠在一起的斩神玄刀 也被分开了 只剩下一道血色杀气 玄帝道 我们一是 为了自保 也为了各自的地位 于是结合 所以别人称 我们为北帝玄武 只是后来才发现 脾气不合 三天一小打 五天一大打 日子过不下去 再加上四帝之中 我们北帝玄武的 实力最强 于是有人挑拨 这日子越过越难 所以趁着龙汉时代 分家的时候 索性也就分家了 他黑黑笑道 当时妖父甚至嘲嚷着 要连孩子也切成两半 对半分 好在当时幽冥犯了错 被镇压起来 否则真的要被切成两半 秦木面色古怪 这夫妻二人 都是顽固不化的主 连一起生的孩子 也要切成两半对分 再到后来 便是男归我管 女归他管 时间久了 这北极天 也就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玄弟道 妖父不向我低头 我也不向他低头 这些年来分分合合 倒也习惯了 斩神台上有许多年轻人 在借助血色煞气 淬炼神剑 那些年轻的玄国子弟 在斩神玄刀的刀光中穿梭 极为凶险 但是却可以借助斩神玄刀来魔力剑法 他们锁链的神剑并非剑丸 而是各自背着一个大葫芦 葫芦中是天河剑气 葫芦嘴打开 便有如同浩瀚天河般的剑气飞出 千变万化 又结合了阵法 再加上帝一跃的玄武陆合金 法力雄魂 极为厉害 秦木站在斩神台边 驻足观望 以葫芦为剑囊 倒是北极天的一大特色 而且 剑法与阵法结合 配合玄帝五帝独有的大道 令他别开生面 玄帝道 穆天尊认为如何 秦木汉首道 北极天的剑道 的确有独道之处 只是开皇时代的剑法一样 过时了 我想也是 玄帝笑道 天地道法的改变 我们古神最为敏感 颜康国师变法 开创三大基础剑法 将开皇时代停滞的剑道 向前推了三步 穆天尊变法 开创两招基础剑法 又向前推进两步 前不久 我又感觉到 剑道烙印愈发深厚 越来越强 又有人开创了一招基础剑法 这一招一出 剑道之强 几乎可以与先天大道媲美了 所以我北极天的剑道 是不如颜康的 秦木道 开创剑二十式的是开皇 他的剑道太强了 我也是用他的剑法 打了东帝的转世神一通 他现在复出了 玄帝心头危震 道 无忧相潜伏两万年 实力积累到 可以与天庭抗衡的程度了吗 秦木摇头 冷笑道 实力没有半点积累 倒是腐败堪比天庭了 倘若北极天的剑道 想要进步 玄帝可以派些人前往颜康 颜康延续了 开皇时代的学院学功制度 在那里 北极天的剑道高手 可以再进一步 玄帝迟疑一下 突然斩身台上的那些玄国神奇 各自收了天和剑气 刷刷落地 纷纷向秦木看来 一位男子道 想让我们去颜康求学 木天尊须得先证明 颜康的剑法 的确能够胜过 北极天的真武剑法 玄帝露出笑容 道 小孩子志气 天尊不要怪罪 秦木哈哈大笑 登上斩神台 斩神玄刀向他斩来 却被他一剑斩断 玄刀乃是煞气锁链 断了之后 又再度凝聚 继续斩来 秦木提剑一挥 刷的一声 斩神玄刀 竟然被他一剑切成334分 无法重连 好剑法 台下真武剑院的神奇纷纷喝彩 道 不过是开黄的剑法 与你们颜康无关 秦木收剑 斩神玄刀再度重剧 继续向他斩去 秦木伸手一指 手中剑化作钻剑士 将玄刀破开 切碎 玄刀再剧 秦木随即指尖转动 剑光化作绕剑士 几乎将斩神玄刀磨面 这道斩神玄刀 好不容易再聚在一起 秦木的剑招 又化作游剑士 与斩神玄刀并行而游 无论这口斩神珠魔的神刀 如何藤魔变化 始终无法接触到秦木分毫 秦木在化作剑士八世 斩神玄刀被切得如同天花乱坠 没有半点威力 等到斩神玄刀再度凝聚 秦木施展出剑十九世 一剑斩落 这道血色煞气 竟然当众湮灭 化作乌有 那戏真武剑院的神奇 脸色大变 纷纷看向玄帝 露出祈求之色 玄帝脸色阴晴不定 迟疑不决 秦木收剑下来 道 玄帝的斩神台 蕴藏的刀刀 实在太低微 逊色颜康太多 倘若玄帝重链斩神台 向颜康 请来刀刀大宗师 我便不能如此轻易地 破开斩神玄刀了 玄帝咬牙 摇头道 我做不得主 我已经看错了开黄一次 倘若再看错一次 北极天只怕要有灭顶之灾 我不能拿你们的性命来赌 我赌不起了 一位剑院的神奇单膝跪地 双手拱起高过头顶 道 昭文道 惜此可以 我们此生踏入剑道 已经无法回头 唯有沿着此路前行 剑道最高峰 攀登最高峰 还请陛下成全 玄帝不语 真武剑院其他神奇纷纷跪下 高声道 还请陛下成全 玄帝猛然下定决心 道 你们要去可以 但我为了北极天的安危着想 要将你们逐出我族 不再是我的后代 你们愿意吗 那些真武剑院的剑神对视一眼 有些迟疑 秦牧站在那里 背负双手 龙麒麟和耶尔 看到他背后的手掌有些颤抖 刚才他以基础剑士 将斩神玄刀磨灭 着实有些拖大 手臂上的肌肉几乎被震碎 秦牧风度不改 悠然道 开皇目前去了颜康 你们是开皇的弟子 现在赶过去 说不定还能见到他 我们愿意 真武剑院的剑神们 异口同声道 第1030章 大宇宙星图 秦牧露出笑容 双臂的肌肉 也在这短短片刻复原 玄帝瞥他一眼 向那些真武剑院的剑神道 你们既然志愿在此 那么便去圆界走一遭罢 只是要记住一点 你们不再是北极天的剑神 也不再是我的后代 一 不能借我的名头行事 你们已经被逐出北地一脉 二 你们没有背景 并不高人一等 要善待比你们弱小的颜康人 明白吗 秦牧心中不觉对玄帝高看了几眼 玄帝这番吩咐很是及时 不借玄帝的名头行事 这些真武剑神 便不会引起天庭的注意 少了许多危险 即使他们犯事 也牵扯不到北极天 没有背景 善待颜康人 则与颜康没有矛盾 倘若 他们自视为北地血脉 歧视颜康 以强凌弱 那么反而会给他们带来祸端 首先秦牧便容不下他们 做好这两点 那么这一批真武剑神 便可以融入颜康 成为颜康变法的一员 姜是老的辣 玄帝看得很透 那些真武剑神称事 玄帝隔了他们的姓氏 为首的真武剑神 向秦牧道 天尊 而今我们是无姓之人 恳求天尊次性 秦牧沉音片刻 道 你们四万年前应剑入道 应剑成神 而今又因为剑道 而离开北极天 被收回姓氏 那么便以剑为姓吧 为首的真武剑神 露出笑容 道 那么我便叫做剑无极 我叫剑三生 我叫剑与堂 众人纷纷笑了起来 玄帝忍不住道 慕天尊 我这些子弟 虽然本事不坏 但并未经历多少世事 不知世间险恶 还请天尊善待他们 秦牧郑重点头 玄帝放心 我在原界的口碑极好 被称作严康的良心 但凡提到我的 谁不竖起大拇指 赞到绝世好人 我一定不会亏待他们 玄帝道 是 是 我也曾经扫听过 天尊的为人处事 有口皆碑 说罢像剑无极抛个眼色 低声道 长点心眼 切标被人卖了 还提人数钱 剑无极心中凛然 秦牧书信一封 交给剑无极 道 你们师兄弟 先去原界颜康 取我的书信交给颜秀帝 他自有安排 玄帝 那百眉五雷狐 不如先交给他们 由他们带往颜康 你意下如何 玄帝点头 道 剑无极 你取来百眉五雷狐之后 再去一趟真武道院 取来六卷玄武道解 火灵神兵卷轴 带往颜康 献给颜秀帝 剑无极领练 率中去了 玄帝目送他们远去 叹道 燕果拔毛 慕天尊拔得够狠 现在天尊可以见到我的诚意了吧 秦牧长一道地 俗然道 玄帝不以我实力卑微而轻视我 反而托付重任 慕不胜感激 玄帝连忙还礼 笑道 天尊快别如此 我之所以重视阁下 正是因为颜康杰啊 开皇节时 开皇率领精锐 抛弃子民远走他乡 而颜康杰时 阁下去殊死一战 在各个势力之间腾挪 寻找生机 竟然保全了颜康 也正是因为阁下此举 让我甘心 将他们托付给你 秦牧成知道 玄帝担心托付 将来我必有回报 玄帝哈哈大笑 我已经命人背下宴席 你我是忘年之交 不醉不归 秦牧也哈哈大笑 正要叨扰 宴席上 玄帝与秦牧喝得鸣鼎大醉 勾肩搭背 互成兄弟 龙麒麟和叶儿在一旁做陪 旁边还有些玄天宫的高层 心中富匪不已 玄帝与穆天尊称兄道弟 倘若遇到了开皇 这辈份怎么论 兵主尽欢 只是做陪的强颜欢笑 玄帝送秦牧离开玄天宫 道 你去见妖父 须得小心 妖父不太好说话 他肯定知道你来了 你先来见我 他必心生记恨 会为难你 秦牧笑道 嫂夫人应该不是那种人 玄帝老哥 我还有事情想请教 立在北极天的神器玉天尊 是哪位天尊的武器 强天飞的武器 秦牧点了点头 用心记下 又问道 敢问北极天是否有背面 玄帝脸色微变 笑道 贤帝问这些做什么 秦牧不答 道 我在太虚中遇到了造物主 探知造物主的祖地 叫做祖亭 敢问玄帝老哥 是否知道祖亭的下落 玄帝面色一沉 沉声道 送客 秦牧正了正 拱了拱手 正要离去 玄帝叹了口气 道 并非是我不尽人情 而是天尊打听的地方 太惊世骇俗 牧天尊 我知你素来喜欢探究历史 但有些东西 还是不要碰为妙 秦牧轻轻点头 带着龙麒麟和燕儿 搭乘天龙宝脸 向五国驶去 玄帝目送他们远去 目光闪动 低声道 造物主的祖亭 我们好不容易才封印了那个地方 你千万不要解开尘封的历史 玄帝还是吐露不少信息的 他那句话中的意思是说 圆界 玄兜 四级 天庭等地没有背面 与造物主的祖亭有关 秦牧坐在宝脸上 轻轻敲着扶手 像是对龙麒麟与燕儿说话 又像是自言自语 不过 这些地方应该不是祖亭 否则狼渊神王肯定能察觉出来 然而这些地方的背面 却又与祖亭有关 这就古怪了 燕儿为他东地送的国府 秦牧不由自主地张嘴吃着 难难道 无论是四级天 还是圆界或者天庭 祖亭的消失之间有什么联系 龙麒麟突然道 教主 你还记得大须吗 秦牧微微一正 龙麒麟道 教主 你不是曾经发现 大须永江的源头 有着四五重空间重叠在一起吗 后来圆界破风 这些重叠在一起的空间 便舒展开来 化作尔经的圆界 是否有可能 圆界被封印的手段 与祖亭被封印的手段类似 秦牧思索片刻 道 龙胖 继续说下去 燕儿跳到龙麒麟身边 把东极天的国府送到他的嘴边 露出古力之色 龙麒麟继续道 是否有这种可能 四极天 天庭 圆界 玄兜 幽兜 这些世界的背面都还存在 但是古神用莫大的法力 将这些世界的背面叠加在一起 形成类似封印彼岸方舟那样的 立体空间封印 将祖亭锁在里面 秦牧眼镜一亮 府长赞道 龙胖 你的确大有智慧 龙麒麟得意洋洋 吃着燕儿送来的国府 燕儿细心 秦牧站起身来 府长赞道 的确有这个可能 神通 都是一脉相承的 封印元界 封印彼岸方舟 动用的神通 可能与封印祖廷的神通 不是一种神通 但也许会有神通上的传承 他双手相扣 向外一分 顿时龙汉天庭 元界 幽兜 玄兜 和四极天 甚至天鹰界和龟须的布局 悉数出现 形成一卷展开的大宇宙立体星图 元界在中央 幽兜与元界重叠 又连接四极之地 玄兜高居在元界之上 秦牧看向四极天 尘印片刻 道 天鹤连接四极天与天庭 然而 他们却不在一个平面上 还有龟须 龟须也不是在元界 而是另一个时空 我寻到龟须时 靠的是大师兄 魏随风留下的空间数数 他的空间数数 记载的是另一个空间维度 他围绕大宇宙星图走动 目光注视着星图 不断演算 突然 他伸出手掌 将星图向下轻轻一拉 一个漏斗状的龟须大渊 出现在元界下方 秦牧目光闪动 轻声道 幽兜也不是完全与元界重叠 相反 幽兜还连接四极天 以及其他灵灵种种的珠天 唯一不曾连接到的 便是玄兜 也即是说 玄兜和幽兜 相扣在一起 形成一个大渊 他拓展幽兜的疆域 星面一动 元气化作一尊土博 土博站在幽兜之中 肉身广大 头顶黄泉 秦牧皱了皱眉头 看着土博脚下的大陆 只见那块陆地 竟然与龟须大渊重叠 他不禁呆了呆 根据传闻 天河是流入龟须大渊的 然而传闻却没有说 过龟须大渊 是处在土博脚下 也没有说过 天河会穿过幽兜 不过 倘若天河穿过幽兜呢 秦牧双眸越来越明亮 调整天河 引来河水洞穿原都幽兜二界 这二界在空间上 有着重叠之处 天河来到幽兜 浩浩荡荡 围绕着土博那宏伟的身躯流淌 秦牧呆了呆 看着土博的手掌 说不出话来 土博的武器是一条鞭子 他曾经见过 土博用这根鞭子 将田鼠捆起来 而天河化作明河流入幽兜 恰恰流淌过土博的手掌 明河 便是土博手中的鞭子 难怪我每次去幽兜 总是觉得土博身上 似乎少了一点东西 原来是明河边 秦牧定了定神 调整明河 只见明河恰恰流入归虚 还有一点不对之处 秦牧抬头仰望 看向玄兜 又看向四级天 四级天的高度不对 四级天应该比原界更高 比天庭低一些 而且天河也应该流经玄兜 然而却没有经过玄兜 而是流经天庭 像是一个巨大的圆环绳索 圆环垂下 垂入幽都 他疯狂演算 过了片刻 伸手轻轻一划 笑道 天河之水天上来 自然是来自玄兜 玄兜中 一到天河奔流而下 改变了原本的天河水势 变成天河从天上来 流入北极天 又从北极天 流经西极天 南极天和东极天 从东极天流向天庭 到了天庭后 天河从天而降 流向原界 原界与幽都重叠 天河于是化作明河 注入幽都 终于吐蕃脚脚下的归须 秦牧打亮大宇宙星图 走来走去 倘若按照大宇宙星图 来计算的话 四级天相对于原界 应该是立起来的 垂直与原界 而且是背对原界 他伸手划出一条条线 将各个世界相连 然而却无法将 所有的集中与一点 秦牧皱紧眉头 突然眼睛一亮 低声道 原来的龙汉天庭 并非是在儿经的位置 而是在原界的天空上 那么 把天庭往下移的话 他把星图中的天庭 往原界移动 悬在原界上空 车外传来天龙的声音 高声道 天尊 五国到了 秦牧充耳不闻 缓缓地调整天庭的方位 突然不由地心神大震 所有的线终于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光斑 秦牧喜极而泣 忍不住落泪 喃喃道 这里 这里就是祖庭 造物主的祖庭所在之地 学好数数 果然大有用处